第1161章有意思 沿海地区一杵断壁上 矗立着一栋豪华的别墅 这别墅价值 起码上亿 里面豪华的装饰 让人有一种目不暇接的感觉 一个满头白发 脸上长满皱纹的老者 坐在别墅的阳台上 享受着海风 杨博士 在我这里 住得还习惯吗 老者笑盈盈地开口问道 坐在他旁边的 正是被那群雇佣军带走的杨贤 此时的杨贤看起来精神还不错 在这里一切都好 蒋先生上心了 杨贤点了点头道 这位蒋先生 名叫蒋义龙 可以说是华夏最有钱的几个人之一了 在华夏名面上的那些所谓的首富 和他比起来 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的人 只不过越有钱的人 所追求的东西 肯定不是钱 这蒋义龙自然也是一样 他让人将杨贤带过来 就是看中了他的科学知识 想要让他用妖怪的基因 帮自己实现长生不老的心愿 杨博士 实验进度怎么样了 蒋义龙寒暄了一下 便直接问起了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杨贤道 蒋先生 科学研究这些事情 是急不来的 我预想的是将你的身体改造成一个超级妖怪 但是现在还不稳定 必须要等万物一失再说 不管是变成妖怪还是什么的都无所谓 你也知道 我这把年纪 已经时日无多了 只要能让我活下去就行了 蒋义龙道 对了 还有一些仪器需要购买 价格方面可能有些贵 蒋先生 你看一下 杨贤拿出了一张列好的表格递给蒋义龙 蒋义龙根本看都不看 直接将那表格递给了身后的秘书 杨博士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能用钱解决的事情 你直接吩咐他们就行了 还有 我需要一百个活人做实验 杨贤又说到 蒋义龙点头 有什么要求吗 老人小孩青年各个年龄阶段的都要 男女个一半吧 杨贤说到 蒋义龙点头 没问题 下午就可以把人带到实验室来 那没什么事 我就先回实验室了 杨贤说着离开了别墅的阳台 杨贤离开之后 蒋义龙眯起了眼睛 犹如一条老尖巨滑的狐狸一般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蒋老爷子 这个小子太能装了 我瞅着太不顺眼了 在杨贤离开之后 老郎啃着一个苹果走过来说道 蒋义龙闻言一笑道 等事情办完以后你想怎么处理它都行 但是在大事没完成之前 你如果敢乱动它 后果你自己清楚 知道了老郎得到蒋义龙的回应之后 也是咧嘴笑了起来 药山市 陈思南几人一大早起来 带着张宁一起去看了举世文明的药山大佛 一路上冯玄就没把他那儿子放下来过 陈思南则是低头看了看张晓玲的肚子 不知道自己的孩子 是儿子还是女儿呢 想到了这些 陈思南脸上也是挂起了微笑 奶奶的 真坑 一炷香都要几十块 臭不要脸 一会没注意到张半仙 陈思南他们转头一看 只见鸭居然跟路边一个小摊的老板吵了起来 你鸭没成心就赶紧滚 佛祖还不稀罕你去拜呢 那老板也不是什么善类 直接开口骂道 嘿 还来尽了事吧 你个奸商 张半仙撸起袖子就准备开骂了 张晓玲看不过眼 跑过去一把将张半仙拉了回来 你干啥啊 好好的跟人家吵什么 张晓玲无语地说道 张半仙黑着一张脸 他就是个奸商 就几根破箱 竞价不过才几毛钱 居然卖八十八 怎么不去抢啊 陈思南等人听到原有 也是不由得脑门冒出一根黑线 这些旅游景点的东西本来就贵 虽说的确有不取之处 但是你嫌贵你不买就是了 跟人家骂个什么劲 又没人逼你买不是麻 正是看见你就不烦别人 张晓玲翻了个白眼对张半仙说道 从小到大 因为这些零碎的事情 张晓玲没少说他 只不过现在长大了 稍微收敛了一点罢了 要是换成以前的脾气 张晓玲早就开骂了 行了 我们去前面逛逛吧 陈思南赶紧给张半仙打了个圆场 捉摸着因为零忧的事情 张半仙心情也不太好吧 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发泄一下 摇了摇头 陈思南也不去想那么多的事情了 就在这时候 张晓玲的电话又响了起来 谁啊 陈思南漫不经心地问道 张晓玲仔细地看了看 开口道 哎 好像还是昨晚那个诈骗电话 嗯 诈骗电话 陈思南和张半仙同时开口叫道 张半仙直接伸手拿过了张晓玲手中的电话 给我接吧 敢骚扰我女儿 我骂死他压的 张晓玲倒也没放在心上 就把手上的电话递给了张半仙 张半仙拿着电话 稍稍放慢了脚步 和张晓玲几人拉开了距离 才接听了电话 张晓玲 考虑得怎么样了 李娘的死活 真不管了 吴维子鞋躺在茅山的大殿上 不知道从哪里搜罗来的两个美女 正依偎在她身上 看起来羡煞狂人 吴维子自从当初被摩尊给逼得当众下跪之后 性情大变 彻底丢弃了魏君子的面具 恢复了真小人的面貌 小玲她娘早就死了 至于你说的那个女人 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 和我们没关系 张半仙硬气地说道 听到声音不对 吴维子便猜到了接电话的人是谁 赤张神棍吧 想不到你的心这么狠啊 领幽从十八岁跟着你过四年的苦日子 还给你生了个女儿 你就真不管她的死活了 吴维子直接说道 吴维子的话 倒也勾起了张半仙从前的回忆 让张半仙浑身微微一震 深吸了一口气 咬牙道 我说了 她的死活 跟我们没关系 你的女人 想怎么处理都行 不要再给我们打电话了 像你这么耸的男人 我倒是第一次见到 有意思 吴维子丝毫不隐藏对张半仙的鄙视 一脸微笑地说道 第1162章追踪沈梦瑶 小玲 手机给你 这种诈骗电话以后就不要接了 张半仙追上众人 将手机递给了张小玲 张小玲点了点头又对陈思南问道 你们这一次过来 准备待多久啊 陈思南思索了一下 如果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一直在这边陪着你吧 毕竟现在陈思南知道张小玲被无尾子盯上了 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把他一个人丢在这边 不过陈思南话音刚落 冯璇就对他挥了挥手 陈大哥 你过来一下 嗯 陈思南嘴角一抽 什么事啊 天机老人有消息了 冯璇开口说道 陈思南眼睛一亮 找到他了 赶紧说说陈梦瑶你还记得吗 冯璇开口说道 陈思南点了点头 嗯 不是被你们关在龙虎山吗 没错 只不过这一次我们龙虎山全部到成都来 龙虎山没人看守 竟然让他自己跑掉了 难道你们能追踪到他的位置 陈思南惊讶地问道 冯璇笑着点了点头 之前少西留了个心眼 在他身上下了一个追踪树 陈思南眼前一亮 那沈梦瑶逃离了龙虎山 除了回去找天机老人 还能去哪里 他现在在什么位置 陈思南直接开口问道 湘西一带 冯璇道 具体位置 还是得让少西带我们去才能知道 你让少西过来 我自己和他去就行了 你这么久没陪过风铃了 总不能来看他一晚上就走吧 陈思南说道 不让冯璇一起去的最主要原因 还是陈思南现在对于天机老人 就是自己师父只是猜测 并没有确定 谁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危险 冯璇听到陈思南说完之后 也是看了看风铃 陈大哥 你也好意思说我呢 你比我好得到多少 冯璇露出笑容说道 陈思南摇了摇头 没办法 生于多世之秋 主要对家庭要亏待许多 我先去跟小玲说一声 陈思南说着 直接走了过去 张小玲见陈思南走过来 仿佛心中也有了一些猜测 开口问道 又有事情要走了 陈思南脸色僵硬地挤出一丝笑容 毕竟刚才自己还说了 要一直陪着张小玲 这么快就自己打自己的脸了 嗯 陈思南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注意安全 张小玲温柔地说道 张小玲这样子 反倒让陈思南心里更内疚了 要是他像风铃那样骂两句也还好 可偏偏就是这样温温和和的 也不生气 等着一次事情办完 我 算了 你可别保证了 免得到时候再反悔 张小玲笑着说道 陈思南也是苦笑了一下 自己这命够苦的 事情太多了 连媳妇怀孕都没有一点时间闲下来陪他 那我就先走了 有什么事情记得第一时间给我打电话 陈思南说完 看了冯玄一眼 他在外面等你 你直接出去就行了 冯玄道 要删大佛景点外 少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 对着陈思南招了招手 陈思南上车坐下问道 走吧 湘西芙蓉镇 本名王村 是一个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镇 也是一个湘西较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了 少西带着陈思南一起到了这芙蓉镇的门口 便停下了车 陈梦瑶就在这里 陈思南问道 少西点了点头 就在这里面 现在就动手把他抓回来吗 少西也不知道陈思南此行的目的 还以为陈思南是要将逃跑的沈梦瑶抓回去呢 陈思南摇了摇头 就直接下了车 这芙蓉镇和神谷山庄下面的自治区差不多 都是一个少数民族风气很重的地方 来来往往的人更是络绎不绝 如果没有少西带路 恐怕就算是知道沈梦瑶在这里面 想要找到他也是一件难事 少西带着陈思南直接走到了芙蓉镇一家客栈的楼下 那沈梦瑶就在里面 少西肯定地说道 我们进去吧 陈思南直接摇了摇头道 不用 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先回去吧 啊 少西有些意外地说道 可是掌门让我寸步不离地跟在你身边啊 陈思南知道冯璇是担心自己的安危 让少西跟在自己旁边也有个助力 只不过少西的实力 对于陈思南来说 倒也是可有可无 如果天机老人他们要对自己动手 少西帮不上什么忙不说 反倒可能成为累赘 没事 我会跟冯璇说的 说着 陈思南直接走进了客栈里面 客人你好 请问是住店吗 一个中年男子挺着围胖的肚子对陈思南问道 陈思南摇头道 我找一个人 找人 老板疑惑地问道 一个叫沈梦瑶的女孩子 挺漂亮的 陈思南直接道 他住哪个房间啊 陈梦瑶老板翻了翻柜台的本子说道 没有这个人吧 陈思南有些诧异 少西肯定不会拿这种事情来骗自己 沈梦瑶肯定就在这里面才对 老板找不到名字 只能说明沈梦瑶肯定用了其他名字 那我等一等吧 陈思南说着 走到了客栈的饭桌上坐下 这客栈是房谷风的 不仅能住宿 大厅就是一个饭堂 给我随便上两个菜 陈思南道 反正他也没打算直接去找沈梦瑶 就这样待在这里等也没啥 他总有出来的一天吧 抄了两个小菜 陈思南悠闲地吃了起来 只不过菜吃到一半 陈思南就看到客栈外面来了一个人 肖灵 陈思南急忙用右手拖着脸 靠在饭桌上 肖灵走路的速度很快 也没有发现陈思南 直接就上了二楼 陈思南嘴角一笑 看来没猜错 沈梦瑶就是来找天机老人他们了 而肖灵急冲冲地走到二楼拐角的一个房间 敲了敲门 七妹 七妹 房间门打开 沈梦瑶从中探出头 六哥 你总算来了 肖灵点了点头 走进了屋子里面 你怎么跑出来的 怎么不直接回去啊 第一千一百六十三章跟我来 肖灵惊喜交加地问道 他一直在想怎么说通师父去救沈梦瑶 没想到他自己就跑出来了 沈梦瑶摇了摇头道 我身上可能被龙虎山的人下了追踪树 不敢直接回去 万一把基地的位置曝露 那可就糟了 肖灵这时候眉头也是一皱 什么 追踪树 嗯 应该是 沈梦瑶道 我回去请师父过来 他肯定有办法解开这追踪树 肖灵道 肖灵虽说智慧高于常人 但是在奇门顿甲一树的休息上 比起他的几个哥哥还是差了不少 就在这时候 门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肖灵和沈梦瑶脸色都是一变 谁 肖灵轻声问道 陈思南并不回答 直接推开了门 看到来人 肖灵和沈梦瑶顿时心中一沉 是你 肖灵咬牙切齿的喝道 还我哥哥命来 你可不是我的对手 陈思南摇头说道 来这里 不是想和你们打斗的 去找天机老人 告诉他我陈思南来找他了 少废话 看招 肖灵双手掐绝 欲要施展奇门顿甲之术 不过这种近距离下 陈思南哪能让他那么轻易得逞 一脚直接提到了他的胸口 将他踹飞出去 砸在了酒店的床上 我说了 你不是我的对手 想要报仇 让天机老人来吧 陈思南轻声说道 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一个小时内不回来 我就杀了沈梦瑶 肖灵咬了咬牙 心中却是飞速计算着双方之间的差距 那一天他们四个兄弟姐妹一起 也被开启地体觉得陈思南打得抬不起头 更何况现在只有自己和沈梦瑶两人了 可以说陈思南想要杀掉两人 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还不快去 一个小时可没多久哦 陈思南假意看了一眼墙上的钟说道 计谋 的确能够弥补一些实力上的差距 击杀比自己强大的敌人 但那是双方实力差距并不大的前提 以下才可以做到的 像陈思南和肖灵之间的差距 已经不是那些阴谋诡计可以追上的了 肖灵心中自然也清楚这一点 看了一眼沈梦瑶 沈梦瑶对她点了点头 你去吧 她应该不会对我动手 如果要杀我 我早就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 你要是敢动她一根毫毛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的 肖灵说完 便直接冲出了客栈 陈思南摇了摇头 坐在了桌子边上给自己倒了一杯茶水 知道我对你没恶意 就坐下吧 陈思南喝了一口茶对沈梦瑶说道 弄得这么紧张干啥 我就是有些好奇 你杀了凌冲二哥 还敢来见师父 难道你认为我师父不会杀你 沈梦瑶道 陈思南笑了笑 不知道 只是有点疑惑需要她帮我解开罢了 疑惑 沈梦瑶皱着眉头 关于她身份的疑惑 陈思南道 听到这里 沈梦瑶便不再说话了 直接闭口不言 对了 你们兄弟姐妹一共有几个啊 陈思南闲着无聊 倒是和沈梦瑶拉起了家常 沈梦瑶冷着一张脸没有说话 你还有一个人值得自我修养吗 我问你话呢 陈思南黑着一张脸说道 沈梦瑶瞥了陈思南一眼 你觉得装作不杀我的样子 我就会对你感恩待的吗 你杀了我哥哥 这是永远无法磨灭的事实 沈思南耸了耸肩膀 那你咋不问问你哥哥都做了些什么 我为什么要杀你哥 哼 少来那一套 我哥只不过是执行师父的任务罢了 有什么错 沈梦瑶沉声道 执行天津老人颁布的任务吗 沈思南沉默不语 这样说来 实际伤害了碧云飞的幕后主使 还是这个天津老人 沈思南心里面纠结无比 一方面希望天津老人是自己师父张自清 毕竟是养育了自己接近20年的师父 无论怎么样 都希望他还活着 但另一方面 沈思南从心中认定师父是一个老好人 这种用阴险手段谋夺六扇门门主的计划 真的是他做出来的 快了 很快谜团就要揭晓了 沈思南深吸了一口气 时间并没有一个小时 仅仅只过了半个小时多一点 沈思南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一个陌生的号码打过来的 带沈梦瑶来芙蓉镇门口 说完便挂断了 是谁 天津老人 他怎么会有我的电话 沈思南 沈梦瑶在一边带有嘲笑性质地说道 跟我来 沈思南带着沈梦瑶走到了芙蓉镇大门口 来接沈思南和沈梦瑶的人倒不是消灵了 而是那阿易 阿易脸色阴沉 同样不怀好意地看着沈思南 但是却也没有发作 只是沈着声道 跟我来 大哥 沈梦瑶有些不解地问了一句 去哪里啊 去基地 阿易回道 带这个家伙去基地 沈梦瑶不可思议地问道 阿易点点头 为什么啊 沈梦瑶激动地问道 师父的命令 我也不知道 阿易道 别多问了 回去再说吧 不仅是沈梦瑶激动 沈思南的心脏也是砰砰砰地直跳了起来 会带自己去那个神秘的基地 这说明了什么 要么天机老人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信心 将自己击杀在哪里 要么就是自己猜测是对的 天机老人就是自己的师父张自清 几人也没有坐车 而是走到了芙蓉镇后面的一座大山之中 在一处非常隐蔽的地方 有一个山洞的入口 就在这里面吗 沈思南看了看四周的环境 这洞口很小 大概只能容易人进入 在洞口的位置还有不少的杂草遮盖 如果每人带路 恐怕就是走到了这里 也根本发现不了这里有一个山洞 那么多废话干什么 跟我们来就行了 阿姨对沈思南可没有什么好脸色 第一千一百六十四张张自清 沈思南也没和阿姨计较 跟在他后面钻进了山洞 这山洞很窄 但是也不长 大概走了一百米左右的距离 就到了一个小型广场上 这小型广场的地面上画着各种各样的八卦阵图 天干地之什么的 沈思南也看不懂 别乱动东西 阿姨瞥了沈思南一眼 轻声说道 沈思南笑着点了点头 七妹 你辛苦了 先去休息一下吧 我带他去见师父就行了 沈梦瑶怨恨地瞪了沈思南一眼 也是点了点头 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沈思南这才看到 在这小型广场的旁边 还有八个通道 这个基地居然如此大 沈思南也有些没想到 阿姨带着沈思南直接走进了一个通道 也没走多久 就到了一个屋子里面 这个屋子有电脑 一张床 还有一个摇椅 天机老人依旧是一身宽大的衣袍遮住面容 躺坐在摇椅上看著书 师父 人我带回来了 阿姨对天机老人恭敬毙说道 嗯 你先下去吧 天机老人道 阿姨看了沈思南一眼 点了点头 是 阿姨离开之后 整个屋子中便陷入了良久的沉默 师父 你骗我骗得好苦啊 这么多年来 我还一直以为您死了 没想到化身天机老人跑到这里来想轻浮了 好一会 陈思南才直接开门见山地说道 别乱认亲戚 缺爱了 到处认师父 天机老人依旧是那的动作 没有丝毫变化 只不过声音却是从哪沙亚老朽的声音 变成了陈思南熟悉的声音 张自清的声音 虽然他没有说明 但是从这一点变化 就已经是承认了 师父 陈思南眼眶顿时一红 虽然张自清叫陈思南的本领比起李若白交的无名见绝差了不少 但是那种养育之恩 两个人在大山之中相依为命的感情 却是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 别叫我师父 以后我做的事情 跟你也没有任何关系 明白吗 张自清看见陈思南这个样子 也是放下了手中的书 轻轻地叹了口气道 陈思南咬着牙 师父 你想干什么 我可以帮你的 实际上不用问 陈思南也能猜到 被吴维子夺走茅山掌门之位 更是差点要了命 除了要杀吴维子之外 张自清又还能有什么事 我还没老 要做的事情还不用你一个小兔崽子帮忙 张自清站起来看着陈思南 知道我的身份之后 是不是很疑惑 为什么我只教你一些简单的道数 奇门遁甲这种奇数连题都没有跟你提起过 陈思南愣了愣 倒是诚实地点了点头 不教你奇门遁甲 包括我炸死 都是希望和你彻底地撇清关系 张自清道 陈思南深吸了一口气 师父 不就是一个无为子麻 至于这样吗 那狗贼的本事平平 我自己就能娶他狗命 无为子 从小到大 我从来都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过 但是真正恐怖的 是毛山派 张自清道 我准备了二十几年 但是却迟迟不敢对毛山动手 正是因为我之前是毛山的预备掌门人 了解毛山立足千年之久的底牌是什么 毛山的底牌 陈思南眉头一沉 他清楚龙虎山的底牌就是张衡祖师 虽然只能出传承禁地一次 但是那玩意就跟核弹是一个道理 谁都知道他只能炸一次 但是就这一次 便足以将任何来犯之人彻底毁灭 谁又敢轻易去动啊 毛山的底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陈思纳对张自清问道 这件事情 陈思南也问过冯璇 但是这种属于门派最核心的精密 根本就不是外人所能得知的 整个毛山 知道的恐怕也就是无为子一人而已吧 张自清摇了摇头 问这么多干嘛 都说了 无为子的事情我自会处理 不用你操心那么多 可是 我想帮你啊 陈思南道 你养了我二十年 我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你自己去冒险 亲情 是不需要报答的 张自清摇头说道 陈思南深吸了一口气 又要开口说话 张自清却挥手打断了他 你丈母娘现在被无为子扣押在毛山地牢吧 陈思南一愣 不知道为什么张自清会提起这个事 点了点头 嗯 我会安排人将他救出来 张自清说道 然后你带着他从我这里离开之后 就忘了张自清这个人 陈思南也明白 师父是不想到时候失败了牵连到自己 不论张自清变成天机老人之后 性格从和善变成了阴险也好 从善良变成了险恶也罢 至少对自己的这份关心 从未变过 就连张晓琳母亲被抓的事情都关注 并且会帮自己解救出来 师父 陈思南咬牙说道 张自清用手摸了摸陈思南的脸 放心吧 除了被无为子应了一次之外 他从小到大都不是我的对手 现在也一样 说出这话的时候 张自清的气场变得自信非凡起来 对了 我徒孙是不是快出生了 张自清又说道 陈思南说道 你不是消息很准确吗 还是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吧 呵呵 大概三个月到四个月左右 对吧 张自清说道 陈思南顿时无语了 自己还以为张晓琳的事情很隐秘 没想到连日子都清楚 要不然我把毛衫打下来 给我徒孙做礼物怎么样 张自清道 陈思南一愣 开口道 给我孩子 可是 我孩子是 我知道 魔星麻 张自清道 传言魔星降世 灾难降临 嗯 陈思南开口说道 这个是真的吗 张自清沉默了一下道 世间传言 真假参半吧 魔星给人间带来灾难不能确定 但是会给身边的人带来厄运 却是真的 带来厄运 陈思南一愣 我从一本古籍上看到的 张自清道 具体是怎么一回事 我也不清楚 第1165章救出领忧 行了 我给你安排一个房间 你在这里住两天 等把你丈母娘救出来以后 就带她离开吧 陈思南也有些疑惑了起来 领忧在茅山上面 肯定会被严家看管 师父哪来的自信能够将她救出来呢 张自清拿起电话 声音也变成了非常沙哑的样子说道 阿姨 带陈思南去客房休息 不一会 那阿姨便走了进来 带她去客房 还有 给你们那些兄弟姐妹都交代一下 没有我的命令 不准对她出手 否则小心自己的脑袋 张自清立声说道 是 我明白 阿姨点头 带着陈思南直接出去了 在他们离开了之后 张自清才拿起电话 拨通了一个号码 你的任务完成了 把林优带出来吧 电话那头的声音有些迷惑 对张自清问道 师父 我在茅山卧底了十年 为了救一个女人就要抱露吗 这是命令 你执行就行了 张自清说完 便挂断了电话 而茅山上面 一个面容俊秀的青年拿着手机 一脸的不解 师兄 你在这里发什么愣啊 青年表情瞬间恢复正常 没有 就是在想一些事情 我知道长老没消息你心里不好受 可是也别耽搁了练功 掌门最近脾气有些不好 要是让他知道我们偷懒 那可就麻烦了 那师弟好心弟说道 这青年名叫赵锐 明面上的身份是茅山长老魏飞的首席大弟子 但是实际上却是张自清安插在茅山的卧底 没事 有人心境献了两个美女给掌门 他可没心思来管我们练不练功 赵锐对师弟说道 偷偷懒也没事 那师兄你自己偷懒吧 我可不敢 想到了之前有一个弟子因为缺席练功 差点被无为子打废的场景 这师弟也是浑身一颤 告辞往练功场跑去了 赵锐摇了摇头 虽然不理解师父为什么会给自己下达就灵忧的命令 但是既然这样说了 那自己只管执行就行了 半个小时之后 赵锐手上提着两瓶酒 悠哉悠哉的就走到了茅山地牢的门口 赵师兄 你怎么有心思来地牢啊 门口守卫的两个弟子和赵锐也是熟识 顿时开口问道 赵锐提了提自己手上的酒 闲着没事做 来找两位师弟喝喝酒 师兄 现在可不是以前了 执行期间要是让掌门发现喝酒 那后果 看门的弟子没说下去 不过意思也算是很明显了 赵锐顿时脸色一百 亏得我赵锐当两位师兄弟 找到好久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你们 看门的两个弟子对视了一眼 都有些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了 再说了 掌门现在正在大殿和美女西西 哪有精力跑地牢这鬼地方来啊 那我们就喝一点 守门的弟子也没经受住诱惑 松了口 赵锐脸上露出笑容 这才对麻 来来来 小竹两杯 簇拥着两人就走到了地牢里面 在门口的位置有一张桌子 九一百 那看门的弟子又不知道从何处摸出了一包卤菜来 一时间几人喝得倒是不亦乐乎 唉 掌门这段时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简直就像是变了个人 可不是麻 以前他最疼夫人 现在居然把夫人丢到地牢里面 赵锐微笑着看着两个师弟发着牢骚 心中莫术 一二三 咚 两人直接倒地 打起了呼噜 吴维子不是变了个人 只不过是恢复了本性罢了 赵锐一边呢喃着 一边从那两个弟子身上摸出了钥匙来 林优所处的牢房位置也并不算远 赵锐走到牢房门口 直接用钥匙打开了门 赵锐 李这事 林优本来正在假眉 听到开门的声音才睁开眼一看 赵锐轻笑一声 夫人 别吵 我来救你 救我 难道是魏飞的意思 林优疑惑地问道 在他的潜意识里 认为赵锐是魏飞的土地 这时候会来救自己 自然是魏飞的意思 呵 不是 别多问了 跟我走 赵锐直接转身就走 林优思索了一下 也不管其他的了 留在这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先离开再说 基地之中 阿易给陈思南安排了一个房间 就离开了 这个房间里面除了一张床 什么东西都没有 陈思南在里面坐了一会 感觉无聊到了极点 便自己打开门走了出去 很快就走到了一开始 那个雕刻着八卦阵图的地方 陈思南除了知道张自清 那个房间的通道外 其他的通道里面是什么 却是一概不知 想着闲着也是闲着 陈思南随便挑了一个 究竟的山洞钻了进去 在这山洞里面走了没多久 一股寒冷的感觉袭来 这里面怎么这么冷啊 陈思南不解地说着 九妹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治好你 我们都好想你啊 突然在前方 想起了一个人的声音 陈思南走进去一看 之间萧林趴在一个冰棺上 一脸深情地看着冰棺里面 我们兄弟姐妹们 为了和师父一起治好你 二哥 五哥 都死了 不知道到最后还能剩几个 萧林的声音低沉 陈思南随着萧林的眼光看去 之间冰棺之中 躺着一个长相可爱的女孩子 只不过这女孩子容颜 只有十五六岁的样子 安静地闭着眼睛 躺在冰棺之中 她是怎么了 陈思南直接开口问道 陈思南声音一响起 萧林的头猛地转过来 你怎么进来的 就这样走进来的呗 陈思南也直接走了过去 看着冰棺里面的人说道 给我滚出去 萧林沉声说道 要不然我和你拼命 陈思南撇了铁嘴 萧林的威胁对她根本没啥用 只要张自清不想对付自己 那这个基地之中 就没人能对自己造成威胁 这么激动干啥 我又没有恶意 陈思南耸了耸肩旁道 只是有些好奇罢了 第1166章司徒和羔羊的消息 我让你滚出去你听不见吗 萧林暴怒地吼道 陈思南看了萧林一眼 按理来说 萧林这种智商高的人 不会像这样发怒的才是 这样说来 也只能说明这宾关里面的女孩子 对她来说很重要哥 陈思南 难道没交代过你不准乱跑吗 陈思南身后 响起了阿姨的声音 回头看去 只见阿姨也是脸色阴沉不怀好意地说道 我说了我只是闲着无聊到处逛逛 陈思南耸了耸肩旁 你们要是不信 我也没办法 擅闯基地 把她拿下 阿姨直接果断地说道 萧林也是点了点头 阿姨 带陈思南来我这里 在煽动之中 默然回荡起了张自清装作沙哑的声音来 阿姨和萧林都是疑愣 正好 我们一起去见师父 这个家伙擅闯酒妹沉睡的地方 一定是不安好心 萧林说道 阿姨点点头 跟我们来 别想跑 陈思南心中暗笑 我有啥好跑的 不一会 三人就到了张自清的房间 这个房间里面 不只是张自清 还站着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 小八 你回来了 看见那青年 萧林和阿姨都是有些诧异 大哥 五哥 赵瑞惊喜地看着两人 我们都多久没见了 张自清沉声道 要去救 自己出去去 我还有事 听到张自清的声音 萧林顿时转头道 对了师父 这个家伙刚才擅闯酒妹沉睡的地方 恐怕是不安好心 如果不是我正好在里面 酒妹可能就遭了她的毒手了 陈思南翻了个白眼 心想就算自己真想对那冰棺里的女孩子动手 就凭你也能挡得住吗 只不过虽然这样想 但是陈思南却也没有说出来 因为他清楚 张自清一定不会对自己怎么样的 我让你们退下 张自清冷声说道 萧林几人对张自清 仿佛都有一种畏惧感 互相对视了一眼 也都按照他的话退了下去 在他们都离开了之后 陈思南才问道 师父 那冰棺里的女孩子是什么人啊 他们这么在意 一没控制他们的棋子罢了 张自清仿佛也不想多说 直接转移话题道 你丈母娘已经救出来了 就在芙蓉镇客栈里面 等一下你自己接她回去吧 陈思南闻言 顿时苦笑了起来 林忧这个人 还真有些不好处理 张晓玲也不知道 有她这么一个娘 张半仙也肯定是不能接受她了 救出来之后 怎么安置倒也成了问题 暂时来说 师父能帮你做的事情 也就这么多了 傻孩子 以后自己要照顾好 自己明白吗 张自清拍了拍陈思南的头道 陈思南点了点头 本以为自己的心性比起刚下山之时 已经是坚韧了不少 但是这时候心中的悸动和当初自己下山时相差无几 深吸了一口气道 师父 你也是 照顾好自己 嗯 张自清挥了挥手 走吧 记住 如果我和吴威泽的博弈是我输了 那就当我早就死了 不要想着去给我报仇明白吗 我知道了 陈思南点了点头 但是心中却打定了主意 等到时候张自清和吴威子斗起来 自己无论如何也得去帮忙 离开了基地之后 陈思南便朝着原路返回了芙蓉镇 知道了自己师父的确没有死的消息之后 陈思南的心情舒畅了许多 芙蓉镇客栈之中 林优独自坐在客栈的大厅之中等待 一直到现在 林优都不知道到底是谁救了他 救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故而心中忐忑不已 直到陈思南走到门口的时候 林优才意外地站了起来 陈思南 是你 是你找人救我的 陈思南叹了口气 嗯 是小林让你这样做的吗 小林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林优顿时激动地问道 陈思南摇了摇头 阿姨你别误会了 小林对于这些事情还不知道 是我私底下找人救你的 呃 林优愣了愣 这样啊陈思南也有些苦恼 怎么安排林优呢 阿姨 你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呢 我帮你安顿一下 陈思南想了半天 也只能看林优有什么意见了 林优摇了摇头道 我 随便吧 我也不知道 这样吧 我去成都 帮你租一个屋子 先安顿下来再想以后的事情吧 林优点了点头 也不知道再想些什么 陈思南带着林优 打了个车便朝着成都赶去 杨森双手处着下巴坐在沙发上 片刻时间 周泽凯走进了屋子里面 杨森顿时站起来 周局长 怎么样 有他们两个的消息了吗 嗯 查到了 周泽凯的脸色看起来并不好看 铁青一片 赶紧说啊 他们是遇到什么危险了 杨森问道 如果我查得没错 他们应该是被一对雇佣兵给带走了 周泽凯道 雇佣兵 杨森一愣 司徒和高阳遇到什么危险 什么鬼怪 他这几天都想了一个遍 但就是没想到过他们会被所谓的雇佣兵给带走 嗯 带队的叫老郎 在整个国际雇佣兵都是名气极其高的家伙 周泽凯点头说道 这帮家伙都是给钱就办事的人 不知道是什么人在背后指使 杨森脸色严肃道 他们现在在哪里 我去救他们 你别乱来 这种事情不是灵异事件 你帮不上什么忙的 我现在正在尽力联系他们 周泽凯道 我能不急吗 他们两个家里人一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 我都快瞒不住了 杨森咬牙说道 不行 我必须救他们出来 周泽凯严肃地说道 让你老实地在这里待着 我会想办法的 说着 周泽凯便离开了基地 而杨森则是贪坐在沙发上 他抓抓小鬼小妖还行 但是真让他和一帮刀尖上舔血的雇佣兵作战 还差得远了 第1167张新一轮的实验 就在这时候 杨森的电话响了起来 一看来电人 杨森顿时眼睛一亮 陈大哥 陈思南坐在车上 对电话那头的杨森道 杨森啊 在干啥 帮我个忙 租一个公寓 陈大哥 出大事了 陈思南愣了愣 又出什么大事了 怎么了 司徒和高杨被一帮雇佣兵给抓走了 现在生死不知 杨森着急地说道 陈思南眉头顿时一皱 当时在成都的时候 周泽凯就给自己说过 司徒和高杨好像消失不见了 当时自己也没太放在心上 以为两个家伙跑到那里去浪去了 没想到居然被一帮雇佣兵给抓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别急 慢慢说 杨森顿时将一些细节给陈思南说了一遍 陈思南脸色也是逐渐严肃了起来 陈声道 你先给我准备一个公寓 要很快就能住的 我这边有一个长辈需要安顿一下 然后我和你一起去找司徒和高杨 找什么公寓啊 我家的别墅就空着 到我哪里住就行了 司徒和高杨两个一定要救回来啊 陈思南道 嗯 那就你们家别墅门口 我直接到哪里 师父 开快一点 陈思南对司机说了一声 一个小时之后 杨森家的别墅区门口 陈思南和林优下了车 杨森 这边 陈思南一眼就看到站在门口的杨森 杨森跑过来道 陈大哥 就是这位阿姨吧 嗯 陈思南点了点头又转头对林优道 阿姨 你先在他家的别墅住下吧 我们还有一点及时需要去办 嗯 没事 你们不用管我 林优摆了摆手说道 陈思南和杨森把林优带到了他家 两人就离开了别墅区 往周泽凯的办公室赶去 虽然知道绑了司徒和高杨的事宜对雇佣兵 但是陈思南和杨森也找不到那些人到底在哪里 救人是没问题 找人还是的依靠周泽凯他们才行啊 到了周泽凯办公室门口 陈思南直接敲门 谁啊 进来 点 走进办公室中 周泽凯这时候正拿起电话在对电话那头说着什么 看见陈思南 周泽凯表情也是有些意外 嗯 明白了 谢谢老班长 周泽凯挂断了电话这才对陈思南说道 陈思南 你怎么也过来了 听说司徒和高杨出事了 被一帮雇佣兵给绑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思南也没必要和周泽凯绕圈子 直接说道 周泽凯道 嗯 刚才打电话确认了那帮雇佣兵最近在给谁办事 谁 陈思南眼中放出一道金光 蒋义龙周泽凯陈生说道 蒋义龙 陈思南看了看杨森 是什么人啊 我也不知道 杨森摇头道 周泽凯道 蒋义龙 滑下一个超级财团的幕后大老板 幕后大老板妈 陈思南陈生说道 他的位置在哪里 他们两个的事情你们帮不上忙的 我们会立马和蒋义龙联系 让他放人 周泽凯道时说道 杨森道 周菊 那蒋义龙再有钱 难道你还怕他 我们兄弟几个也帮你办了不少事情吧 现在你居然帮着他隐瞒资讯 周泽凯摇头道 我不是帮他 我是担心你们出事 那蒋义龙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有钱了 他手下的雇佣兵 养了就不止一对 并且很多事情没有证据 我这边不好出动 你们如果贸然前去 很危险的 周老哥 这些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我的兄弟 我自然会救出来 你只需要告诉我们 那蒋义龙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陈思南说道 想了想 周泽凯还是拿出一张纸 写上了一个地址递给了陈思南 陈思南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行 就这样吧 说着 陈思南就走出了门 唉 周泽凯摇了摇头 陈大哥 地址在哪里 杨森跟在陈思南的后面问道 陈思南道 沿海城市 坐飞机过去吧 快一点 海岸线悬崖上那处豪华的别墅房之中 这别墅宽大的地下室 已经被改造成了一个庞大的研究所 各种各样瓶瓶罐罐的四处摆放 杨贤拿着一个试管放在眼前摇了摇 在稀释百分之十 一边说着 杨贤将手中的试管递给了旁边的助手 呵呵 杨博士 工作真是够刻苦的啊 老太龙中的蒋义龙处着拐杖走了下来 蒋老先生 蒋老先生 一个个工作人员看到蒋义龙 纷纷鞠躬行礼 杨贤回过头看了蒋义龙一眼 只是点了点头 嗯 进展怎么样了 蒋义龙扫了一眼实验室问道 杨贤摇头道 有了一些小进展 只不过想要完全成功 恐怕还需要一些时间 还缺什么东西吗 蒋义龙随口问道 杨贤也不客气 直接说道 再来一百个活人吧 上一批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嗯 死得差不多了 蒋义龙语气为变 倒不是关心那些人的死活 只是这些药剂之后 都是要用到自己身上的 如果出了什么纰漏 那死的人可就是自己了 七七八八吧 妖怪的确有着悠久的寿命 但是这种基因想要应用到人类身上来 实在是太难了 甚至还有基因变异的存在 杨贤不贤不淡地说道 仿佛早就看穿了一般 蒋义龙倒是有些疑惑 基因变异 哥 那边那的怪物 就是之前送过来的小女孩 杨贤轻轻地抬了一下头 顺着她的目光看去 蒋义龙便看到在一个铁笼子之中 一个人身蛇尾的女孩趴在笼子里面 眼睛之中充满了寒意 这可不是杨贤之前那种嫁接的怪物 而是的的确确的基因变异产物 因为稀奇 杨贤倒也没有直接销毁 而是留下来观察 呵呵 辛苦杨博士了 我还有几年的时间 不用那么着急 实验什么的 慢慢来 最重要是安全 蒋义龙也有些不敢使劲催促杨贤了 第1168张滨海誓 科学研究什么的 蒋义龙也看不懂 巡视了一下之后 便离开了实验室之中 杨贤看了一眼蒋义龙离开的背影 嘴角勾起一抹笑容 长生不老 还真敢想啊 杨贤声音极低 说着又是摇了摇头 将蒋义龙的基因改造成妖怪 杨贤倒是能做到 但是有没有长生不老的效果 那只有天知道 换而言之 杨贤答应蒋义龙的事情 现在就可以办到 但是杨贤也不傻 如果自己没用了 生命又怎么能得到保障呢 到时候不是任人宰割了 索性这里实验条件充足 蒋义龙那的人更是要什么给什么 杨贤便继续在这里做自己的研究 打开一二号冷冻舱 杨贤站起来 对旁边的助手道 那助手按了一下遥控器 地面顿时升起两个铁桶 这两个铁桶都是散发着低温 支 一声刺耳的响声响起 这两个冷冻舱的门便打开了来 里面两个人被冻得有些发白 闭着眼睛 提高他们身体的热量 让他们苏醒过来吧 杨贤说道 这冷冻舱之中的两个人 正是陈思南和杨森寻找的司徒和高杨两人 随着热气的传来 一丝丝电流更是窜进了他们的身体里面 启动了身上的细胞 两人同时打了一个冷颤 缓缓睁开了眼睛 这里是 两人用迷茫的眼神看着四周 给他们注射改良液 杨贤挥了挥手道 他旁边的助手一愣 顿时开口问道 杨博士 那改良液还没完全做好吧 之前那些轻壮年男子 全部都承受不了那改良液所带来的副作用 全部死亡 呵呵 他们两个可不是普通人 是修行者 说不定比普通人更能承受得住呢 杨贤解释了一句 修行者 实验室里面的人听到杨贤的话 全都转头看了过来 一个个惊讶不已 他们都是普通人 也是这几天才知道修行者的事情 本以为修行者都是高高在上的那种人物 没想到居然还有两个实验材料就是修行者 明白了 助手点了点头 拿起两管绿色的液体 注射进了两人的体内 风仓 杨贤挥手道 冷冻仓也没继续释放冷气 只是紧紧地关了起来 沉入了地面之中 滨海市 就是这里了 陈思南再次看了一眼周泽凯给自己的纸条之后点了点头 将那张纸条捏成一团丢到了一边 我们该怎么找司徒和高杨呢 杨森问道 陈思南直接向前行走 只要找到蒋义龙 还怕找不到他们两个吗 杨森朝着陈思南行走的方向一看 只见硕大一块看板上画着一个人 旁边写着字 慈善家蒋义龙在国外修建了几所工人生活的社区 一旦选上 终生免费入住 慈善家 这些有钱人没事就喜欢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杨森鼻子一抽 有些不屑地说道 在那看板下面 一个办公桌前面排起了长龙来 蒋义龙虽说在整个华夏算是非常低调 但是他在大本营滨海市 却是最为有名的富豪没有之一 大哥 我先来的 先帮我登记一下 给我先登记啊 坐在办公桌前方的工作人员挥了挥手 别急 只要来的人都能登记 至于能不能选上 就看个人运气了 显然 一所国外的房屋 对滨海市里面的人诱惑力还是很大的 陈思南带着杨森 从人群中挤了进去 比这人有没有素质 还插队 一群排队的人对着陈思南两人赤贺了起来 陈思南只得对他们露出一个善意的微笑 大家 我们不是来登记的 不是来登记 你们发了疯一样的往前挤干啥 陈思南也知道众口难辩 只能是对那工作人员说道 先生 麻烦联系一下蒋一龙 就说我有事情要找他 那工作人员抬头瞥了陈思南一眼 嘴角露出轻蔑的笑容道 每天想见蒋一龙先生的人多了去了 是不是我都得给你们安排 不想登记就赶紧走 杨森眉头一锁 拿出自己在官方的证件 现在我们怀疑蒋一龙和一场绑架案有关 需要他协助调查 扑痴 那工作人员顿时就笑了出来道 兄弟 你这证件我立马能给你拿出一踏 别开玩笑了 而其他人更是显得群情激愤 蒋先生这样的好人怎么会和绑架案有关 你们是不是有病啊 就是 蒋先生每年都花一大笔钱做慈善 他绑架别人为了啥 难道还有比他更有钱的人 杨森咬牙就要和他们理论 陈思南却摇了摇头 拉了一下杨森 退出了人群 没想到那个蒋一龙在这边居然这么的人心 杨森嘀咕道 陈思南闻言笑了一下 你要是在国外给他们买点房子 选一些人过去住 也是一样的 翻了个白眼 杨森问道 要不就别整得那么麻烦了 我们直接去蒋一龙那别墅找他 依我看 司徒和高阳一定就被关在哪里 陈思南他们也不是不知道蒋一龙海边别墅的位置 只不过陈思南也不清楚蒋一龙抓两人的目的是什么 想着能好言让他放人 也就没必要动手 我们先过去观察一下吧 海边别墅外 陈思南和杨森猫在一个草丛之中 看到这别墅外面 杨森不由得感叹了一句 有必要整得这么夸张吗 又不是打仗 即便是陈思南也不由得赞成的点了点头 这别墅后面的荒坡上用三步一纲五步一哨来形容都不夸张 一个个看起来彪悍无比的雇佣兵鹤枪实弹的来回走着巡逻 这种情况下别说是人了 就算是一只鸟想要飞进去 也得看这些雇佣兵同不同意 陈大哥 你有什么办法能进去吗 陈思南点了点头 虽然防守严密 但是想进去倒是不难 只不过我一直在想 那个蒋一龙抓司徒和羔羊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第1169张百鬼出马 不论是做什么事情 总有一个目的 杀人犯看似最大恶极 但是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与被杀者有极深的仇怨 这蒋一龙再有钱 也总不可能闲着没事抓司徒和羔羊到这里来玩吧 总有点作案动机吧 只不过司徒和羔羊两人和蒋一龙身份差距太大了 要钱没钱 要身份没身份 抓他们有什么用 杨森也是郁闷地说道 谁知道呢 这些有钱人的想法真是捉摸不透 思索了一下 陈思南取出脖子上的吊坠 召唤出了白鬼 干啥 白鬼一现身 就语气不善地问道 陈思南道 进去 帮我找两个人 如果有可能 带他们出来 找人 什么人 司徒和羔羊 你有我的记忆 肯定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 陈思南说道 不 白鬼摇了摇头 晃悠晃悠地就朝着那别墅里面走了进去 那些巡逻的雇佣军在厉害 也是普通人 对于白鬼这样的鬼怪 也是视而不见 陈大哥 这是什么东西啊 怎么和你一模一样 第一次见到白鬼的杨森打了一个冷铲说道 刚才白鬼一出现 就让他产生了一股极强的压迫感 额 你可以理解是我养的一只鬼吧 陈思南不知道怎么跟杨森解释 只能简略地说了一下 杨森深深地看了陈思南一眼 只感觉自己和陈思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别说是陈思南现在了 就算是他饲养的一只鬼 要是真打起来 自己也是没有丝毫把握 且不提两个躲在草丛中的人 白鬼双手插兜 犹如逛自家后花园一般的轻松 刺途和羔羊 那两个家伙怎么会被人带到这里来呢 白鬼一边走一边嘀咕道 他虽然有陈思南的记忆 但那都是从陈思南身体分离出来之前的了 对于现在的情况 也是一概不知 走着走着 突然看到一个阳台上的椅子上坐着一个老头 还有一个长相挺猥琐的西装男子在他旁边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人凑起了吗 蒋一龙臂着眼睛问道 那猥琐男子一笑 蒋老放心吧 一听说有国外的房屋赠送 那些人跟风了一样的报名 别说一百个了 就算是一千个我也能给你凑齐 用不了那么多 一百个就行了 今晚必须要到 不能耽搁了实验 蒋一龙道 明白 那属下就先下去了 蒋一龙享受着阳光 却感觉到身边传来了一股阴冷的感觉 怎么回事 蒋一龙眼皮子缓缓睁开 疑惑地看向周围 这时候 只见房屋中央摆放的一块镜子 从中间开始凭空出现裂痕 蒋一龙顿时心中大害 那镜子可不是什么俗物 而是他在泰国请高僧开过光的驱轨镜 据说那高僧所说 再强大的邪碎在这镜子下 都是无所断形 甚至一道浮光都能消灭邪碎 这时候却直接碎了 这是什么征兆 难道周围有邪物 想到这里 蒋一龙心中一颈大鹤 老狼 召集人过来 老狼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是军人的本性让他立即召集所有的手下进入了别墅之中 连外面巡逻的都没有放过 这块破镜子也想对付我 呸 白鬼不屑地摇了摇头 这老头还真是怕死啊 也没理会冲进别墅里面的那些雇佣军 白鬼直接就在这里面转悠了起来 不过找了两脚 白鬼也没发现屋子里有两人的踪影 难道有地下室什么的地方 白鬼嘀咕了一句 他本就是鬼怪 寻找地下室自然不用那么麻烦 还要找入口什么的 只见他的身体直接就沉了下去 这里是 白鬼看见光线明亮的实验室 顿时愣住了 这实验室之中 不仅有各个做着实验的研究人员 甚至还有上百只鬼怪环绕 这里死了这么多人 那高阳和司徒死了没有啊 带个鬼魂回去也好交差 白鬼虽说有成思难的记忆 但是对司徒和高阳可没什么感情 对于两人的生死 可没那么关注 不管是人或者是鬼怪 带回去交差就行了 但是白鬼一现身 在实验室之中游荡的鬼怪 全部围了上来 大人 求求你帮我们报仇吧 这群恶贼 骗我们有什么国外的房屋免费送 没想到是在这里做活人实验 除数 我们死得好惨 你帮我们报仇吧 这些鬼怪都能感觉到 白鬼身上那种强大的气息 一个个都哀求了起来 如果是别人看到这样的惨状 说不定心头一热 就出手帮忙了 但是他们遇到的是白鬼 管我屁事 给我滚远一点 要是惹恼了本尊 让你们灰飞烟灭信不信 白鬼冷眼扫尸了这些鬼怪一圈 这些鬼怪顿时缩了缩脖子闪避开来 哼 冷哼一声 白鬼直接在实验室之中转悠了起来 好一会过后 依旧是没有找到司徒和高阳两人的所在 陈思南那家伙 该不会是忽悠我吧 白鬼疑惑地说着 对于白鬼的到来 实验室之中的这些实验人员更是不清楚了 以杨贤为首 所有的科研人员都围在一个荧幕上 杨贤的神情更是激动万分 成了 成了 最完美的战争兵器 小声地嘀咕着 杨贤双眼更是要放出光芒一般 在那荧幕之中 司徒和高阳两人眼睛泛着绿光 正在目不转睛地盯着荧幕外 哈哈 接下来 只要研制出控制他们的方法就行了 杨贤嘴角上扬 最难攻克的一关已经解决 以他的本事 想要研制出控制两人的方法 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原来在这里啊 真是让我找得好辛苦啊 白鬼嘀咕着 身体确实慢慢地显现了出来 听到声音 杨贤猛然回头 看到来人 确实一颤 陈 陈思南 你怎么进来的 陈思南 呵呵 我可不是陈思南 你别认错人了 白鬼一脸笑容地说道 第1170张义横道人 杨贤文言 仔细一看 才发现 身后这人虽然和陈思南长相一模一样 但是气质却截然相反 陈思南的气质是属于那种比较温和老好人的感觉 但是眼前这个 就让他感觉一个字 邪 你到底是人是鬼 杨贤咬着牙说道 在说话的同时 杨贤的手轻轻过地按在了旁边的一个红色按钮上 整个别墅都响起了警报声 白鬼不屑地摇了摇头 我也懒得和你们废话 把司徒和高阳两人交出来 你们能活 不交出来 你们都得死 白鬼的话虽轻 但是却凝重无比 周围的人丝毫不怀疑他的话 就在这时候 实验室的大门打开 老郎带着雇佣兵们顿时涌了进来 什么人 居然能混进来 世界顶级特工 老郎一边打量着白鬼一边说道 在老郎身后的雇佣兵顿时叫了起来 所有人出去 刀枪无眼 伤了你们别怪哥几个 那些实验人员一个个点头 急冲冲地朝着外面跑了起来 白鬼笑了一下 人还没有交出来 就想这样走了 那实验室的大门 在白鬼话音刚落的时候 便啪的一声关了起来 这一关门 便如同汉死了一般 无论如何都打不开 这是怎么回事 老郎何时见过如此诡异的一幕 顿时端起一把机枪对准了白鬼 不仅是老郎 周围的雇佣兵亦是如此 对于他们这样刀尖上填血的人来说 遇到危险 能给他们安全感的 也只有手中的武器了 你到底是人是鬼 来这里有什么目的 老郎历声喝道 白鬼撇了撇嘴 找人 我说过 人交给我 你们能活 要不然 你们都得死 莫非以为我在开玩笑不成 老郎的头转向杨贤那边 带着询问的目光 杨贤低声道 这个家伙是来救司徒和羔羊的 老郎眼珠子一转 朗声道 朋友 那两个家伙是你什么人 什么人都不是 受人之托罢了 白鬼耸了耸肩旁道 如果不是他身体里面有名剑留下的剑气 随时可能被斩得魂飞魄散 他早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哪会听陈思南的使唤 呵呵 对方给你多少钱 我们给你十倍 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如何 白鬼笑了一下 钱对他来说有意义 给你们三秒钟 如果不交人 那我也懒得好言相劝了 怎么办 杨贤询问老郎道 不行就把人交给这个家伙 只要不坏我们的事就行了 老郎权衡了一下道 杨贤咬了咬牙 司徒和高阳对于他来说 已经不仅仅是试验品那么简单了 而是生命的保障 能够保证他活着离开这里的保障 又如何能轻易交出来 实验已经进行到了最关键的一步 没了那两个人 之前的努力就会功亏一篑 我倒是无所谓 就看你们了 杨贤说道 这里的一切 都通过摄像头看在了蒋义龙的眼中 老郎的耳机这时候也响起了蒋义龙的话来 实验最关键的东西交出去 跟要我的命有什么区别 老郎 乌阳你们可不是吃闲饭的 一个古古怪怪的家伙难道都解决不掉 我尽力 老郎咬了咬牙 直接端起枪对准了白鬼 既然敬酒不吃 那就别怪我们了 开火 吐 吐 吐 激烈的枪声响撤整个实验室 一缩子子弹扫完之后 老郎的眼珠子都快跳了出来 只见那些子弹全部漂浮在白鬼的身前旋转着 白鬼玩味的一笑 同样的话奉还给你们 敬酒不吃 一瞬间 那些子弹便调转了方向 速度更快地弹射了回来 卧倒 老郎大叫一声 一群雇佣兵都是极其有经验 听到命令啥也不管 直接趴在了地上 倒是那些科研人员 一直都出于蒙逼状态 这些子弹打过来 顿时将他们全部打成了妖怪 这 这是什么手段 修行者 妖怪 还是鬼 坐在摄像机前方的蒋义龙嘴里不断地念叨着 就在这时候 一个年纪颇大的管家快步走了进来 蒋先生 一横道人到了 直到这时候 蒋义龙眼中才放出金光 快快有请 别墅外面 因为那些雇佣兵全部进去的缘故 陈思南和杨森岛也靠近了一些 只见一辆兵士商务轿车从马路缓缓驶来 开门之后 一张红地毯从车上扑下 一直扑到了蒋义龙别墅的门口 什么人啊 这么大谱 杨森奇怪地说了一句 陈思南摇了摇头 这个蒋义龙身份地位就已经够高了 居然还有人在他面前摆谱 这时候 一个倒是从车上缓步走了下来 这让陈思南和杨森有些大叠眼镜 还以为是什么富豪高官呢 怎么出来一个道士 只见这道士头戴紫金罐 身上披着镀金的道袍 背上背的宝剑上 甚至镶芯了好几颗钻石 一身奢华无比的打扮 让陈思南有些跌破眼眶 一横道长 赶紧里面请 蒋老爷子等你等得好辛苦啊 管家 你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 何是如此惊慌 真是不成体统 一横道人摇头道 一脸的风淡云青 随着管家和那一横道人走进去之后 杨森又问道 一横道人 陈大哥你听说过吗 陈思南皱着眉头 好像还有些印象 这一横道人 在阴阳界还是比较出名的吧 出名 这个家伙的实力很强吗 你放进去的那只鬼会不会有危险啊 杨森担心地问道 陈思南笑着摇了摇头 他的出名并不是因为实力 而是因为他是道家唯一一个经商的 经商 杨森一愣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家伙开了一个非常大的清洁公司 专门清理一些灵异事件 好像受到非常多的有钱人追捧 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 陈思南道 还有这样的人 世界之大 无奇不有 陈思南撇了撇嘴 一横道人在阴阳界的评价倒是不咋的 主要就是道家的各个门派觉得他一心为才 丢了修道的本心 虽然道家大多数讲究清修 但是在陈思南看来 贪图想了 用本事多争一些钱 也不是什么剑步的人的事情 毕竟不偷不抢不骗的 第1171张怪物 你说这个家伙来这里是干什么的啊 该不会是你养的那只鬼被发现了吧 杨森问道 陈思南一愣 直接说道 放心吧 这个一横道人遇到白鬼那家伙 跑得快点还好 如果跑得慢了 那就是必死无疑 见陈思南如此自信 杨森也没再多说了 而别墅之中 一横道人跟随管家快步走到了大厅之中 蒋义龙正神色紧张地看着影幕 老爷 一横道尝到了 蒋义龙文言转过了头 对一横道人伸出了手 道长你总算是来了 蒋先生不必惊慌 有频道在 不论什么妖魔鬼怪 都翻不起浪花 放心 一横道人轻轻地点了点头 自信必说道 那股自信感 让蒋义龙也感觉到了一丝心安 那就好 那就好 我从泰国花大价钱请的曲斜镜 刚才自己就碎了 立下室更是发生了怪事 蒋义龙指着墙上破碎的镜子说道 一横道人斜眼看了一下那镜子 不懈地笑了一下 蒋先生 我早就跟你说过 这些外国老的东西信不过 你还不相信我 如果是我的灵符一道 恐怕那鬼怪早就魂飞魄散了 一横道人 可深知自己能有现在的财富 全靠这些人傻钱多的土豪之称 自己越是装逼 他们就越把自己当回事 如果在他们面前表现得低调 反倒会被认为没有什么真本事 让道长见笑了 老规矩 这只邪碎除掉 便有一千万的酬劳 还请道长尽力 蒋义龙客气地说道 一横道人的眼睛微微一亮 嘴角也是勾起一丝笑容来 道长放心 那邪碎在那 平道去收拾了他 管家 带一横道长去实验室 蒋义龙吩咐道 此刻的地下室之中 那些实验人员的尸体摆满 看到白鬼的手段之后 老郎等凶悍的雇佣兵也不敢乱动了 一个个左右观望着 杨贤脸色阴沉地看着白鬼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打啊 继续打 别停啊 白鬼走在一个椅子旁边坐下 瞧起了二郎腿 悠哉地说道 呵呵 看不出先生居然有这样的手段 杨贤 还不赶紧把人交出来 难不成你要我们全部死在这里 老郎转头对杨贤沉声喝道 在生命安全没有威胁下 老郎等雇佣兵自然是能够忠心 护着蒋义龙的实验 但是现在不交出两人 自己都有生命危险了 老郎哪里还顾得上蒋义龙啊 行吧 我把人交给你 杨贤咬着牙 蹲在了他助手的尸体旁边 翻出了一个遥控器 这遥控器中央有一个红色的按钮 杨贤直接按下 顿时 在地面升起了两个冷冻舱来 这冷冻舱全部被钢铁覆盖 此时不知为何 却是微微发着战斗 好似有人在敲打一般 看到这一幕 杨贤的脸色更难看了 准确来说 司徒和高阳已经被他改造成了两具战争兵器 在没有研制好控制两人的手段之前放出来 可以说是危险无比 如果有的血 杨贤也不想这样做 但是现在实在是没办法了 一咬牙索性也就不管了 既然眼前这个家伙这么厉害 就让司徒和高阳来对付他算了 一声脆响 那两个冷冻舱的门便被轻轻打开了来 白鬼扭过头一看 眉头却是紧皱了起来 这冷冻舱里面的两个人 从外貌上来看 的确有一点司徒和高阳的影子 但却完全变了个样子 泛着绿光的眼睛 身上的皮肤呈现一种暴躁的红色 肌肉高高隆起 鼻孔里面甚至还在喘着粗气 高阳 司徒 白鬼轻轻地走到了两人的面前 心声问了一句 回答他的 却是两双拳头 只不过白鬼毕竟是鬼怪 拳头的力量就算是再大 又怎么能伤得到他 啊 两人的最终发出了沙哑无比的干嚎 在哪里疯狂地进攻着白鬼 白鬼就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惊讶地看着两人 好 打死那个家伙 老郎等雇佣兵此时也在叫好 一个个兴高采烈的样子 老郎更是转过头对杨贤说道 杨贤 这两个是什么怪物啊 看起来还不错的样子 不过站在他身后的杨贤已经消失不见 仔细一看 杨贤已经躺在了地上 身上还压着两具尸体 脸上更是涂抹了不少的鲜血 一副装死的样子 眉头一皱 老郎又想问点什么 但是这群雇佣军的欢呼声 却引起了司徒和高阳两人的注意力 他们也不再继续对白鬼进攻 而是将阴冷的目光转移了过来 老大 这两只怪物是自己人没错吧 他们应该不会对我们动手吧 老郎旁边一个雇佣兵心里有些没底的问道 老郎眼光一凝 暗骂一声 急忙叫道 备战 老郎的话音刚落 司徒和高阳两人便朝着这群雇佣军扑了上来 机枪扫射在他们身上 子弹仅仅是入肉三分 就再也进不去了 那些雇佣兵就算经历过再严格的训练 但毕竟也只是普通人罢了 在面对这阳衔改造出来的怪物时 显得是那么的渺小无力 阵型被司徒和高阳一冲就散 不少的雇佣兵更是直接抛飞了起来 紧紧片刻 雇佣兵就是死伤一片 看到司徒和高阳展现出来的战斗力 杨贤更是暗恨地咬了咬牙 如果没出意外 再给自己十天半个月 绝对能够研制出控制两人的方法 到那时候 这强大的战争兵器就是属于自己的了 但是现在别说是控制两人了 就连自己的性命都是没有半点保障 想到这里 杨贤又是屏住了呼吸 害怕被两人给发现了 这到底是人还是妖怪啊 老狼单手脱枪 另一只手在刚才司徒和高阳的冲击下 直接被撕了下来 钻心的疼痛让他额头冷汗直冒 哦 司徒仰头一声高呼 直接跳到了老狼的身上 直接将这老狼给压在了身下 一双手动力爪一般 疯狂地撕扯起了老狼身上的血肉 第1172张妖化的两人 看见陷入疯狂的两人 白鬼也是皱着眉头 搞不清楚出了什么事情 斟酌了一下 白鬼便陷入了隐身状态 朝着别墅外面飞去 准备先给陈思南说一下 里面的情况再说吧 站在实验室门口的一横道 人不耐烦地对管家说道 这门到底能不能打开啊 你可别耽搁我的时间 我是很忙的 奇了怪了 怎么会突然打不开了呢 管家手上拿着遥控器 一边凝囊 一边猛按着 白鬼封闭了门口 他不愿意这管家 自然是打不开门 哼 还是看平道的吧 一横道人摇了摇头 从口袋之中摸出了 一张符咒贴到了门上 嘴中轻声念着咒语 刹那间 封闭的大门就打开了来 哼 区区小妖术 怎么难得到平道 一横道人看到门开 嘴角也是露出微笑 就要往里面走 但是就在这时候 里面好几个浑身血迹的 雇佣兵就往外面冲 门打开了 兄弟们快走 慌张之下 一个雇佣兵直接撞到了 一横道人的身上 有一横大师在 这么慌张干啥 管家眉头一皱 开口赤鹤道 在平时 这些雇佣兵对管家 还是有些畏惧的 毕竟是决定自己前途的人 只不过这时候 生死攸关的情况下 谁又会理会他 给老子滚开 一个雇佣兵大吼一声 直接一把推开了管家 哼 胆小如鼠 一横道人嘴角一贴 不懈地说道 带我下去降妖 说着 一横道人就走了下去 刚走进去 就被刺鼻的血腥味 刺激到了神经 里面怎么死了这么多人 一横道人瞪大了眼睛 他平时给那些高官降妖 也无非就是抓一些小妖小鬼 死个把人救了不得了 可以说这辈子都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两个皮肤心红的人 此时正抱着一具尸体啃食着 深吸了一口气 一横道人定了定心神 大喝道 何方妖孽 竟敢再讲斧造次 司徒和羔羊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智力可言 妖化之后 唯一想的就是杀人 听到了一横道人的声音 两人狂笑一声 直接提着手上的尸体 对着一横道人砸了过去 一横道人健壮 也是将双手挡在身前 确实没料到两人的力量 直接被那尸体砸得直接朝后面倒飞了出去 看着走进去还没几秒钟 就被打得倒飞出来的一横道人 那管家也是惊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道 道长 你没事吧 管家走到了一横道人的身边问道 一横道人嘴角抽搐了两下 此妖定不可立敌 赶紧撤 说得好听 也无非就是两个字 跑路 道长 你可不能走啊 你要是走了 我们怎么办 一横道人瞥了管家一眼 刚想说什么 但是看到高阳和司徒两人已经从门口冲了出来 也不敢迟疑了 撒鸭子就跑 大倒霉的管家 还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脑袋便被打爆开来 别墅里面乱糟糟的 陈思南和杨森也不知道具体是个什么情况 直到白鬼竟悄悄地出现在了两人身后 陈思南 我出来了 白鬼 司徒和高阳呢 他们两个具体在那的位置 陈思南询问道 白鬼思索了一下 他们两个就在里面 只不过现在变得 我有些认不出了 变得你认不出了 什么意思 杨森对于他那两个好兄弟可以说是关心无比 听到这话顿时问道 听着别墅里面的动静 白鬼摇头笑了一下 应该很快你们就知道了 看见白鬼一副神秘的样子 陈思南和杨森对视了一眼 感觉事情并没有自己两人所想的 只是一起绑架那么简单 就在这时 一个个浑身鲜血累累的雇佣兵从别墅里面冲了出来 跟风了一般的朝着别墅远处跑去 我们进去看看 陈思南站起身对杨森道 杨森郑重地点了点头 嗯 此时的别墅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守卫 陈思南和杨森两人在前方走 白鬼也双手插都走在后面 陈思南看到 不仅是那些雇佣兵 就连刚才进去的一横道人也是惊慌失措地往外面跑着 道友留步 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陈思南伸手一拦 想问问情况 只不过一横道人哪里有心思搭理他啊 偏了他一眼 就急忙离开了 对此 陈思南更疑惑了 就在这时候 里面响起了一声声的惨叫 陈思南眉头一皱 加快了脚步 朝着发出惨叫的地方赶去 只见两只皮肤心红的怪物正在屠杀着屋子里面的人类 妖怪 陈思南疑惑地说着 先把妖怪处理了再找羔羊他们吧 我奉劝你们一句啊 这两只红色的妖怪 应该就是你们要找的司徒和羔羊 小心点别给弄死了 白鬼这时候在后面开口说了一句 什么 陈思南和杨森文言 都是惊讶地叫了出来 这两只红皮肤的妖怪是羔羊和司徒 这 这怎么可能 只不过在两只怪物转过身之后 两人仔细打量了一下 虽说体型大变 但是眉宇之间的轮廓 还是能够看出一些司徒和羔羊的影子的 怎么可能 他们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怎么和他们家里人交代啊 杨森站在原地泥南自语 陈思南确实神色凝重 看见两人这个样子 他想到了一个人 杨贤 白鬼 你进来找他们两个的时候 有没有遇到一个叫杨贤的人 陈思南沉深问道 杨贤 不知道 不过有一个家伙别人都叫他杨博士 白鬼嘀咕道 陈思南深吸了一口气 你别的不用管 给我找到他 就算是死了 也要把他的灵魂抓起来 知道了 白鬼说着 往别墅的深处走了过去 陈大哥 我们现在怎么办 杨森已经完全慌了神 没有了丝毫的主意 陈思南道 先把司徒和羔羊控制住 再想办法把他们变回原样 第1173张伤心的杨森 杨森愣了一下 微微点头 嗯 陈思南一个翻身 就冲到了羔羊的身后 此时的羔羊没有任何的意识 又哪里管身后的人是谁 直接一巴掌就拍了过来 陈思南抬臂一挡 也是没忍住往后面推了两步 虽说比起大力哥的蛮力来说 还差得很远 但是这力量也丝毫不弱于 一级重锤杂下来了 地体诀 开 陈思南双手掐绝 爆喝一声 瞬间浑身亮起了金光 杨森 给我找绳子过来 嗯 杨森应了一声 便四处寻找起了绳子 还好 这个别墅的杂货间里面 有不少混杂着钢丝的绳子 将一大圈丢给了陈思南 司徒和羔羊虽说妖话 但是却也没有什么智慧 只能凭借着战斗 本能靠着蛮力杀戮 根本施展不了法术 而说到蛮力 开启了地体诀的陈思南和大力哥 都能够一较高下 又怎么会输给他们两个呢 陈思南凭借蛮力 直接将两人按在地上绑了起来 那种混着钢丝的绳子 陈思南都足足缠绕了两圈 把他们绑得跟粽子一样 才让他们挣脱不开 其实如果是真正的战斗 陈思南都不用开启地体诀 就能将两人斩杀 但是要活捉 比斩杀的难度可大多了 只有开启地体诀才行了 到底是谁 居然把他们两个变成这浮贵样子 杨森咬着牙喝道 陈思南手指竖在身前 嘴里轻声说道 地体诀 解 浑身一松 但是战斗根本没有持续多久 也和消耗太多的力量 不同于以往直接晕过去 这时候的陈思南 仅仅只是感觉到有些乏力罢了 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人干的 陈思南眼神冷立地说道 杨贤 那个科学狂人 不一会 白鬼就从实验室下面走了上来 手上提着杨贤 只不过杨贤这时后臂着眼睛 浑身鲜血 呼吸甚至都没有了 就跟一具刚死的尸体一般 哥 陈思南 这家伙怎么都弄不醒 铁了心要装死 白鬼说着 直接把杨贤往陈思南脚下一抛 砰 砰 两声温响 在地上摔得翻滚了两下 杨贤依旧连声音都没有坑一下 装得倒是像模像样的 如果是普通人恐怕还真被他骗过去了 白鬼调侃了一下 陈思南嘴角冷笑 没事 这种人渣死不足惜 我只不过要问点事情罢了 宰了他 把他的魂魄点天灯 我就不信他能坚持住那种痛苦 嗯 白鬼点了点头 这种事情对他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罢了 不知道是不是吓到了杨贤 陈思南话音一落 杨贤便突然睁开了眼睛 陈思南 果然是你 为什么每次你都要坏我的好事 坏你的好事 杨贤杨博士 你有一身科学研究的本事 不用在正途上 每天都研究这些害人害己的东西 是好事吗 陈思南脸色更是阴沉了起来 杨贤目光冷立的道 你懂什么 妖怪大幅度入侵 难道只能靠你们修行者抵挡 如果我的研制成功了 我们人类就能拥有一大批这种强大的战士 强大的战士 陈思南猛第一巴掌打在了杨贤的脸上 直接把他的牙都崩掉了两颗 这不过是没人性的机器罢了 你不能侮辱我追求的科学 也不知道是要守卫他所谓的科学的尊严 还是知道没了活路破罐子破摔 杨贤直接对着陈思南大好了起来 我也不跟你说太多 你肯定是要死的 只不过你能选择好死 还是死不了 陈思南沉生说道 好死 死不了 杨贤有些疑惑 没太懂陈思南话中的意思 陈思南嘴角一笑 好死自然就是轻轻松松地死去 至于死不了也很简单 就是把你的灵魂点天灯 让你每日生活在痛苦之中 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杨贤浑身一颤 你 你凭什么决定我的生死 那你凭什么决定他们的生死 陈思南没忍住 又是一脚正中杨贤的胸口 弄擦一声 骨头碎裂的声音响起 杨贤倒飞了出去 嘴里喷出一口血液 陈思南对于他这样的人 没有丝毫怜悯 甚至杨贤的心中 已经没有了所谓的人性 也说不定 走到了杨贤的旁边 蹲下问道 说吧 你想怎么死 杨贤嘴角抽搐 给我个痛快的吧 给你痛快的没问题 首先你把他们两个变回原样 陈思南指着司徒和高杨道 杨贤回过头看了一眼 摇头说道 没办法变回来 他们两个的基因都已经被打乱 重组过一次 换句话说 他们已经不是之前那两个人了 而是另外一种生物 狗约的 我砍了你 杨森提着刀就冲了过来 对着杨贤当头就是一刀 直接把他的头给斩落下来 从杨贤身体里面 顿时飘起一道灵魂来 样子惊慌失措 一看就是想要逃走 只不过有陈思南和白鬼在 他一缕鬼魂又怎么可能逃得掉 白鬼伸手一抓 杨贤的身体便止不住地往后退 被他抓在了手中 没办法救人 那就把他带到项链里面 点天灯 记住 别给弄死了 陈思南对白鬼吩咐道 白鬼笑着点了点头 又带着可怜的目光看了杨贤一眼 好好享受吧 点天灯 就是在灵魂之中燃起一道火焰 终日灼烧灵魂 但是把握好火后 又不会将其直接焚烧的魂飞魄散 因为火在魂魄中间燃烧 带来的痛苦 是平时被火灼烧的数倍 更是因为从外面看起来就如同一盏灯一样 故而称之为点天灯 看着地上躺着的两人 陈思南心中复杂无比 司徒 高阳 都是他当初在灵异调查科结交的第一批朋友 没想到现在居然变成了这个样子 自己还没有办法救他们 司徒 高阳 都怪我 如果哪天我早点到 你们就不会变成这样了 都怪我 说着 杨森趴在了两人的身上哭诉了起来 也是真的伤心到了极点 他们几个数年如一日 整天私混在一起 感情恐怕比起亲兄弟 也是不遑多让了吧 第1174章 至新下山 先把他们两个带回成都吧 总有办法治好的 陈思南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杨森 只能是开口说道 他的心里 何尝又不悲伤 话音一落 在项链之中的白鬼就自己跑了出来 喂 陈思南 这个家伙意志力也太不坚定了吧 焚烧灵魂的火柴刚刚点上 他就撑不住了 要和你对话 陈思南闻言也不意外 虽然没有切身体会过 但是点天灯这种刑法 在整个阴阳界都能够让人闻之色变 并有他的道理 杨森再如何 也不过只是一普通人罢了 又怎么能承受住那样的痛苦 放他出来吧 如果能说出治好两人的办法 倒是可以结束他的痛苦 陈思南点了点头说道 只不过就算治好了 也没打算放杨贤这样的人去冥界 最多是将其打得魂飞魄散罢了 杨贤的魂魄逐渐浮现 脸色苍白至极 身上更是在发着战斗 陈思南 你给我一个痛快的吧 折磨我有意思吗 杨贤轻声说道 陈思南闻言冷笑 给你一个痛快的 看你自己能不能把握住了 说吧 他们怎么才能变回原样 杨贤心中微微战斗 他将司徒和高阳两人腰化的药剂 也才刚刚研制出来罢了 能成功都是运气好了 哪有什么解救之法 还是打算嘴硬不说 机会就这一次 把握不住 也别怪我 陈思南见杨贤愣在原地不说话 也是冷声提醒了一句 杨贤急忙开口说道 陈思南 不是我不想救他们 主要是我的确不知道怎么解救他们啊 哼 鬼话连篇 白鬼 交给你了 陈思南道 这都不是我的意思啊 我只是听人指使罢了 陈思南 你不去找主谋 和我一个打工的较劲有什么意思啊 杨贤只能是转移陈思南的仇恨 希望他能够放过自己 现在的杨贤 被打得魂飞魄散 也比继续点天灯墙的多 至少没有那无尽钻心的痛苦 主谋 陈思南冷眼扫失了一下这个别墅 白鬼 交给你了 明白 白鬼耸了耸肩膀 陈思南和杨森 扛着司徒和高杨就走了出去 屋子里面响起了蒋义龙惊恐的叫声 对于蒋义龙这种无良伤人 陈思南更是没有丝毫怜悯 被抗在肩膀上 司徒和高杨不停地挣扎 不过好在绳子够牢靠 他们倒也挣脱不开 至于解救两人的办法 陈思南是真的一点头绪都没有 毕竟他们变成这样并不是中了妖术 就如同杨贤说的那般 浑身基因都已经变异 从根本上来说 就已经不是人类了 陈思南又哪里有能力将 两人身体里面的妖怪基因给驱逐出来 回到成都 知道情况的周泽凯也是惊讶的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准备了两个巨大的铁笼 安置在灵异调查科原本的基地位置 将高杨和司徒两人囚禁在里面 至于两人的家人 倒是得到了一笔庞大的金钱 给他们的解释是两人外出 执行一项机密任务 没有几年的时间根本回不来 三天之后 陈思南和杨森坐在灵异调查科的门口 里面不时发出两人的叫吼 陈大哥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杨森不忍心地回过头看了看自己的两个兄弟问道 陈思南沉默了一会才说道 我尽量打听一下 看看有没有办法治好他们 如果真的没有任何办法呢 杨森默然问了一句 陈思南闻言 眉宇之间也浮现出挣扎的神色 不过还是开口说道 如果真的无解 那我绝不会心慈手软 由我来结束两人的生命 果然 杨森摇头苦笑了一下 陈思南拍了拍杨森的肩膀 如果他们意识清醒 就算是死 恐怕也不愿意变成这种只知道杀人的怪物 我能理解 杨森点了点头 只是感觉变化有些太快了 前两天我们还坐在一起喝酒 现在就变成了这般光景 事事无常 唉 陈思南摇了摇头道 现在这个世道随着末日浩劫越来越近 也是越来越乱了起来 别说司徒和高阳两人了 这段时间死的阴阳界高手都不知道几何 在这乱世之中 陈思南也只想尽自己所能 保护自己的亲人朋友 对了 你看守他们的时候 如果他们意外逃了出来 切记不能心慈手软 明白吗 陈思南提醒了杨森一句 其实杨森的刀法 对付起他们两个 也不算太过于吃力 但就怕杨森这个家伙念及旧情 不敢下手 杨森念及情分 高阳和司徒现在可记不起他是谁 艰难地点了点头 杨森道 我明白 陈思南在回来的时候 早已经是通过冯玄的关系 将消息广洒在了阴阳界之中 也就是有两个朋友被妖化 希望有人能够治好他们 我先回去了 注意安全 陈思南说了一句 便起身离开了这里 天山之上 藏经葛中 陈峰和尚犹如磐石一般坐在蒲团之上 肾上的袈裟甚至都起了灰尘 不知道多久没有动过了 智欣拿着各扫帚站在旁边 一副想要开口说什么 却又不敢说的样子 好一会 才深吸一口气道 师父 智欣 耐不住了 陈峰和尚依旧势必着眼 心声说道 智欣点了点头 师父 我既然是有大气韵之人 那么自当下山和其他人争夺一番 难不成要放弃那气韵之子不成 阿弥陀佛 智欣 参了这么多年的佛 你还是没有误透一个道理啊 陈峰这才睁开了眼睛摇了摇头 有一些东西 是你的就跑不了 不是你的 如何强求也没有丝毫作用 师父 你的意思是那气韵之子不是我 智欣咬牙问道 非也 陈峰神秘莫测地说道 智欣道 恳请师父让我下山 无论结果如何 智欣只想拼搏一番 唉 若你执意如此 那就去吧 陈峰摇了摇头 闭上了眼不再说话 第1175章陈林选的消息 半岛花园社区 陈思南躺在床上睡得香甜 陈思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爱好 真要说起来 睡觉倒也能算得上一件了 如果没人叫他 至少也得睡到日上三杆才起床 只不过才八点过 他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谁啊 让不让人谁个好绝了 陈思南 母语地埋怨了一句 拿起手机就想挂断 不过看到来电人 陈思南确实按下了接听键 冯璇 大清早地就起床了啊你 陈思南睡意朦胧的道 有事没有 没事我继续睡觉了 陈大哥 你让我帮你打听的事情 有了一点眉目了 要不然你再睡会 等你醒了再慢慢说 帮自己打听的事情 陈思南一听这话 顿时精神了起来 除了司徒和高阳两人 还能有什么事情啊 没事没事 你赶紧说说 谁能救他们两个 陈思南问道 冯璇道 那个人说起来 你应该也听说过 谁啊 少跟我卖关子 陈思南道 到底能不能救我也不清楚 只不过有人跟我说 屋门的掌门屋傲天 以前就救治过一个 被妖气侵蚀 妖化的人 屋门 屋立立 陈思南惊异地说道 嗯 就是那个屋门 冯璇点头说道 陈思南叹了口气 按照冯璇的话来看 被救的那人 只是被妖气侵蚀妖化 但是司徒和高阳 他们两个可是 连身体都完完全全 被改造了啊 两者之间有多大的区别 陈思南也不清楚 总而言之 别说屋门 那个老掌门已经失踪了 就算是还在 到底能不能救 也是个未知数呢 纵然如此 但也比一点头绪 都没有的强 屋傲天到底什么来头啊 陈思南问了一句 冯璇思索了一下道 屋傲天应该是修炼了上古巫术 其实他那个人神秘低调 我们整个龙虎山对他的记载 也是少得可怜 失踪好多年了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我觉得可以找到他女儿 让他帮忙看看 有没有办法救人 陈思南点了点头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只能先找出屋立立再说了 只不过说是这样说 但是乌立立因为也是气运争夺者的缘故 早就不知道躲到那里去了 连当初一风和左俊两人动用了门派的势力 都没有寻找到 陈思南又哪有那么简单能够找得到啊 唉 陈思南叹了口气 我这边也会帮你留意一下乌立立的消息 先不说了 我去给风铃准备早餐去了 说着 冯璇就挂断了电话 陈思南有事离开了 但是冯璇依旧待在药山 毕竟太久没陪风铃和孩子 他这一去 自然会多待一段时间 陈思南从床上坐起 现在那其运争夺者 还剩下的人 也就是自己 乌立立 志兴 李易阳 加上慕容学武人了 乌立立不清楚 但是其余四个 都可以说是阴阳借着一辈弟子之中 最强的几个人了 陈思南也在思索着 时间越来越紧 自己是不是也要主动一点 去找他们抢夺气韵呢 不管了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没必要操心那么多 倒是为了司徒和羔羊的事情 必须得找到乌立立问问 陈思南穿上衣服 就走出了门 他最后一次和乌立立遇到 还是在京都的时候呢 要怎么找乌立立呢 自己和他也没什么交情 想到这里 陈思南突然想起来 陈思南和乌立立是没交情 但是陈灵璇和乌立立 可是有一些关系的啊 自己当初用陈灵璇的身份 也算是救了乌立立两次呢 急忙一个电话给冯璇打了过去 冯璇 帮我个忙 在阴阳界扩散消息 就说陈灵璇回来找乌立立了 约他在三天之后 成都的古桥见面 陈灵璇 你说的是读天魔尊的那个徒弟 对于陈灵璇就是陈思南 也就是凌云知道了 甚至冯璇都不清楚 故而疑惑地问道 陈思南想了想 也没说穿 而是点头道 嗯 陈灵璇和乌立立有些交情 正好我和他也认识 就用他的身份来找乌立立 想必那乌立立看在他的面子上 应该会露面的 这样啊 我清楚了 冯璇点头道 我等一下就办 先不说了 稀饭都快糊了 听到冯璇的话 陈思南顿时一笑 挂断了电话 看乌立立记不记得陈灵璇了 阴阳界之中 消息扩散都是很快的 毕竟华夏虽大 但是阴阳界能够引起 大家关注的事情 却是少之又少 而如同陈灵璇寻找乌立立 这样的消息 更是让阴阳界喜欢八卦的人 找到了谈资 听说了妈 独天魔尊那个徒弟 陈灵璇 跑回来找乌立立了 真没想到 乌立立没了老爹 还能攀上独天魔尊这棵大树 以后怕是没人敢招惹他了 不过是找他而已 说不定有什么其他事情呢 独天魔尊这棵大树 是那小丫头想攀就能攀上的吗 你不知道了吧 魔云门知道吧 当初魔云门少掌门云飞扬 招惹乌立立 据说陈灵璇回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拿魔云门开刀 一人一剑 逼得魔云门不得不交出云飞扬道歉呢 口口相传的消息 经过不知道多少人的嘴 自然就变了味道 若是陈思南在场听到这些话 估计也是一脸郁闷 魔云门被自己一人一剑逼得道歉 这么轰动的消息 自己咋不知道呢 不过在谈话的那几人旁边 有一个中年壮汉神色 却是略为动容 做了过去 几位兄台 你们刚才说的话 都是真的 这中年壮汉一副好奇的样子 见有人好奇 一开始吹牛的那人 更是卖力了起来 那是当然 你是不知道 我当初亲眼所见 陈灵璇一身魔宫逼得 魔云门不得不低下头来 不愧是独天魔尊的弟子啊 说完 那人便仰起头 准备迎接壮汉惊艳的目光 不过事情并没有如他想象的那般 只见这中年壮汉听后 只是露出一脸沉思的表情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第1176张乌丽丽的消息 真是多谢兄台了 那么现在陈灵璇还在魔云门吗 中年壮汉问道 中年壮汉这么一问 让一开始吹牛的那人也有些尴尬 他哪知道陈灵璇在哪里啊 应该没在吧 说是在什么成都的古桥等他 嗯 中年壮汉点了点头 便站起来走出了茶馆 这种茶馆 在全华夏每个城市都会有一个 其存在的意义便是 让阴阳界跟门各派的人 聚集在一起交流增进感情 顺带着也能打探消息的 走出门之后 只见中年壮汉目光闪烁 嘴里轻声咧喃道 陈灵璇 当初你对我不冷不热 没想到心里居然这么在意我的 这中年壮汉自然不可能和 那莫须有的陈灵璇有什么交情 他能说出这话 只因为他就是易容的乌丽丽 在得知自己也是那什么 气韵争夺者之后 乌丽丽便心慌了起来 他也清楚 其他的气韵争夺者 哪一个不是厉害人物 自己是一个都不可能打得过 本来打算在等第一个气韵争夺者找上门 就投降认输的乌丽丽 却偶然得到了一件宝物 是从街上捡到的 一个看起来普普通通的化妆箱 在第一次遇到的时候 这箱子竟然能口吐人言 当时真是吓了乌丽丽一跳 这箱子 正是一个化妆箱成妖 论战斗力而言 这箱子可以说是连最低级的小妖怪都比不上 但能称之为宝物 自然是有其过人之处 乌丽丽很快就发现了 这化妆箱妖怪的名字 叫做千变万化 顾名思义 借助着化妆箱 乌丽丽可以变化成任何样子 或是人 或是路边一棵大树 最为奇特的是 阴阳界一般人 就算是开了法眼 也根本看不出她的本体 也正因为这千变万化的存在 让乌丽丽躲过了当初一封和左俊的寻找 丽丽姐 要去找那个叫陈灵玄的家伙吗 在乌丽丽的旁边 响起了一个小女孩的声音 正是那千变万化的妖怪 乌丽丽思索了一下 见 只不过乌丽丽倒是没有直接去摸云门的位置 而是继续打听起来陈灵玄的具体位置 一辆行驶往成都的大巴车上 一个七八十岁的老翁处着拐杖 声音沙哑地自语道 古桥妈 且不提寻找过来的乌丽丽 陈思南这几天在成都 可以说是一直往灵异调查科跑 毕竟他现在身份地位不同了 阴阳先生陈思南 和郑国先生陈思南 完全是两种分量的称呼 想要结交他的人 自然也是不少 各种人都说家里有秘法 能够帮他救朋友 陈思南就一直带着人家跑过去 但是这些人之中 打着理由想和陈思南结交是真 就司徒和高阳完全就是扯独子 只不过陈思南也拿人家没办法 毕竟明面上人家是好心来帮你的忙 就算是束手无策 你还能不给人家好脸色看不成 再说了 连陈思南这个郑国先生都没办法的事情 他们只不好也根本无损民生麻 再这样下去 司徒和高阳都快成动物园里的大猩猩 让人家参观了 见陈思南送走了一个来给司徒和高阳治病的道长 杨森不由得开口说道 陈思南苦笑一声 他也很无奈啊 哎 不管怎么说 人家能过来 就是给我面子 总不能闭门不见吧 道理我都懂 只不过有些不舒服罢了 什么阿猫阿狗都往这里凑 杨森闷闷不乐地说道 陈思南拍了拍杨森的肩膀 行了 别抱怨了 万一真有一个能人意识能够救他们俩啊 就在这时 基地门口又响起了敲门声 江南轻云道人 听闻郑国先生好友的一怪病 特来看看 陈思南收拾了一下心情 整了整面容 带起一副笑脸打开了门 久仰久仰 道长请进 一整天下来 陈思南感觉自己和那些家伙客套的口水都说干了 笼子里面的司徒和高阳也是无精打采的坐着 陈思南算是发现了 只要一到晚上 两个家伙就会咽一下 一到白天 就跟打了激素一样的亢奋 阳森在外面买了五六只烤鸡 拿盘子装着递进了笼子里面 嗷嗚 轻声一吼 两人抓起烤鸡就是狼喷虎咽的直接吃了下去 陈思南苦笑了一下 扭下一根鸡腿就啃了起来 这两天还真是辛苦你了 就是有些可惜 一点进展都没有 阳森用牙起了两瓶啤酒 递给陈思南一瓶说道 陈思南摇摇头 累不累的 就像你说的 一点进展都没有才是最可惜的 陈思南接过啤酒喝了一口又说道 不过快了 等明天就会有一点结果 明天会有什么结果 阳森好奇地问道 陈思南笑了笑 具体什么事情你就不用管了 阳森点了点头 导演没有再继续问下去 陈思南和阳森喝了几瓶啤酒之后 导演没有回半岛花园 直接在灵异调查科就睡下了 第二天一大早 阳森起床的时候就发现 陈思南早就起床了 而且陈思南的打扮还有些古怪 不像是平常那样穿一身休闲的装扮 反倒是一身长衫 背着一把剑 仿若古人打扮一般 陈大哥 你这是唱哪出啊 阳森好奇地询问道 陈思南笑了笑 我去见一个老朋友 老朋友 阳森挠了挠头 心想是什么老朋友 还让陈大哥这样打扮一番 难道是美女不成 陈思南自然是不想这般麻烦 只不过他既然要用陈灵选的身份去见乌立立 自然是要打扮成陈灵选的那个样子 当时他在华山下就是如这般打扮 挥手在脸上一抹 脸上的容貌便发生了变化 我先走了 今晚应该就会有答案 陈思南挥了挥手 走出了屋子里面 阳森建臣思南不跟自己细说 也没追问 而是转头看向笼子里的司徒和羔羊 早餐想吃啥 娘的 还把我整成饲养员了 等你们两个家伙恢复过来 非得让你们服侍我一年 第1177张警惕的乌立立 成都古桥 坐落于成都西边 全桥长十余米 由青石板铺成 桥下的青苔 石板上的印记 无疑不映照着这座古桥历史的气息 陈思南背着剑站在桥上 来往的行人络绎不绝 这些人中 有慕名而来观看古桥的游客 更多的却是因为陈林玄寻找乌立立 想过来探热闹 乌立立到底会不会因为陈林玄露面 对于这些人 陈思南想驱逐也没有办法 唯有摇头笑之 更有不少围观的人 甚至在桥下开启了盘 赌乌立立到底会不会现身 只不过更多的人压的是不会 毕竟乌立立是气韵争夺者之中最弱的一人 如果被找到 免不得就是气韵被夺的下场 平心而论 换作其他任何人都会躲起来不露面 不知道那乌立立到底会不会来 陈思南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 他自然也没有什么把握 纵然阴阳借传的神 但是作为当事人 他自然知道陈林玄和乌立立之间的关系 顶多也就算的上任是 甚至连好朋友都说不上 在桥头一站就是以上午的时间 丽丽姐 桥头上站的那个就是你的意中人吗 一个白发老翁处着拐杖站在桥下 身边却是响起了一个声音 小千 不许胡说 我们只是萍水相逢 老翁声音低沉地说道 这老翁自然就是从其他城市赶来的乌立立 而他旁边那个声音就是法宝千变万化的气凌小千在说话 不过那个人感觉有些怪怪的 小千继续说道 乌立立问道 哪里怪 那张脸有问题 小千确定必说道 脸有问题 乌立立眉头一沉 难道这是一个引我出来的圈套 有可能啊 立立姐 赶紧跑吧 放心吧 只要有我在 保证没人能发现你 小千劝说道 话音之中 也透露出了对自己变深述的自信 乌立立沉思了片刻道 这家伙到底是别人变成陈灵璇 还是说陈灵璇本身就是别人 对于陈灵璇的身份 乌立立一直都很好奇 这段时间以来 他不仅在躲藏别人对他的追捕 同时也在寻找陈灵璇的消息 不过这么久以来 除了当初在华山有过陈灵璇的记载之外 根本没有一丝半点陈灵璇的消息传出了 我去试试他就知道了 乌立立对小千说道 如果不对 我转身走人就是 反正有小千你 他们也发现不了我 那妖怪小千也没有再劝说 古桥之上 陈思南四处打亮着 毕竟在他看来 就算乌立立会来 也应该不会明目张胆地走上来 说不定在什么不起眼的角落呢 小伙子在这里看什么呢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陈思南回过头一看 只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 处着拐杖站在身后 摸着胡须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再等人 陈思南回应了一句 呵呵 老翁靠在陈思南旁边的扶手上 也没有要离开的意思 等什么人啊 女孩子 陈思南轻声说道 嗯 是吧 什么女孩子啊 可以跟老头子我说说吗 老翁一副自来熟的样子 陈思南寻思着反正站在这里等 也挺无聊的 和着老爷子聊聊天也没啥 就是一个挺普通的女孩子 陈思南倒也没有说太多 老翁问道 你喜欢他 陈思南一脸的无语 这老爷子好像话有点太多了吧 没有 就是朋友而已 陈思南道 老翁深深地看了陈思南一眼 如果想见他 一个小时之后 到春夕街看看吧 说完 那老翁就慢腾腾地走下了桥 陈思南听到他的话 一脸的好奇 难道这老头子还是算命高人 但是也不像啊 从外貌和气只看 这老头就是一个普通老翁 没有半点不寻常的样子 到底要不要相信他呢 陈思南呢 了一句 而走到桥下的老翁乌丽丽 却是走过一个转角 再走出来 变成了一副十来岁小女孩的样子 这小女孩扎着马尾便 手拿着一根棒棒糖 站在原地看着桥上的陈思南 陈灵璇 到底是不是你呢 物力力轻声说着 他刚才那番话 也是想看看 桥头上的陈灵璇 到底是不是别人卫装的 如果是卫装来抓他的 肯定会带人一起出发去春夕街 反之亦然 陈思南在桥头皱着眉头 思索了好一会 该不会是物力力找人来通知我的吧 也是 一个普通老大爷怎么会跑过来跟我说这番话呢 陈思南想了一会 也是眼前为亮 直接离开了古桥桥头 打车前往了春溪路 物力力变成的小丫头一直打量着陈思南 发现他一路上并没有和任何人说话 甚至连电话都没有打一个嘴角也是微微巧起 春溪路可以说是成都最为繁华的街道之一了 在这条街上的门面更是寸土寸金 到这里游玩的人更是不知几何 陈思南走到春溪路之后 如同一条鱼丢进了大海 连一丝波澜都没有激起 物力力在那呢 陈思南皱着眉头四处张望 四周来往的人群 让陈思南看得眼花缭乱 大哥哥 请我吃东西好不好 我饿了 一个清脆的声音响起 陈思南低头一看 只见一个十来岁的小女孩站在自己旁边 拉了拉自己的裤脚 谁家的孩子啊 陈思南蹲下问道 小妹妹 你爸妈呢 怎么把你一个人丢到这里来了 那小女孩却不说 只是说道 我饿 我要吃东西 陈思南苦笑了一下 点点头 走吧 我带你吃东西去 说着 陈思南就要带他去一家卖小吃的门面 不过这小丫头却拉着他招一个小巷子里面走 到这边来 陈思南撇了撇嘴 导演没有说啥 跟着小丫头一起走了进去 这鬼地方哪有什么好吃的啊 小妹妹 你是不是记错地方了啊 陈思南四处看了看问道 那小女孩只是笑了笑问道 大哥哥 你心肠真好 你叫什么名字啊 第1178章找到乌立立 陈思南 陈思南下意识便说道 陈思南 小女孩确实一愣 陈思南看小女孩的表情有些不对 便问道 怎么了 呃 没什么 我爸妈叫我了 我先走了 小女孩说着 放开了陈思南的手就往外面跑 陈思南眉头一皱 发觉有些不对劲 乌立立 在陈思南一叫之后 那小女孩果然是身形一顿 陈思南顿时明白了 这个小女孩就是乌立立 两步跨上去拦住了她 乌立立 果然是你 陈思南惊喜地叫道 小女孩抬头看着陈思南 大哥哥 你是不是认错人了啊 我不认识你说的那个乌立立啊 嘴上说着 但是心中确实暗骂 卑鄙无耻的陈思南 竟然冒充陈灵璇想引自己出来 还好自己机灵 要不然就上了当了 陈思南文言也是一愣 随即便反应了过来 自己刚才是说漏嘴了 苦笑一声 乌立立 陈灵璇就是陈思南 陈思南就是陈灵璇 当时我在华山办事 不得已才使用的化名 乌立立看着陈思南 却是一眼不发 陈思南继续说道 当初我们在酒店 你被摸云门绑过来 还是我带你爬水管逃脱的 忘了吗 听到这里 乌立立身体才轻轻一震 声音也变得正常了起来 你 真是陈灵璇 陈思南点了点头 放心吧 我对你没有恶意 只是有两个朋友被人所害 变成了要挟 希望你能帮我治好他们 只是让我帮你治疗朋友吗 乌立立愣了愣轻声说着 嗯 放心吧 绝对没有恶意 只要能治好他们 甚至只需要你指点一下治疗的方法 你要我做什么事情 我都可以答应你 陈思南继续道 乌立立这才回过了神 做什么都可以答应我 行 我就去帮你看看 陈思南文言大喜 无论如何 当初乌立立老爹乌傲天 也治好过变成妖怪的人类 就算乌立立不能像他爹一样 治好司徒和羔羊 但是提出一点有用的建议 也是没问题的吧 太好了 先谢谢你了 陈思南嘴角露出笑容来 就这样 陈思南带着只有十来岁模样的 乌立立一起走出了春溪街 打了个车前往灵异调查科的基地 对于乌立立为什么会变成 一个普通小女孩的事情 陈思南倒是没有多问 毕竟在他看来 自己和乌立立的关系 还没有好到那种给程度 这种最紧要的秘密 也是不可能随便透露的 到时候疑惑没解开 反倒把当请回去的救命稻草 给得罪了 那就糟了 只不过乌立立倒是给陈思南 提了不少的问题 喂 我说读天魔尊真的是你师父吗 计程车上 乌立立靠在窗户边望着外面的街景 对陈思南问道 陈思南摇了摇头 不是 当时在华山只是扯他的名头做大一而已 不 乌立立点了点头也不再说话 他不说话 陈思南也没什么话题聊 很快 两人就到了灵异调查科的基地 开门看到乌立立的时候 阳森脸上抽搐了两下 我说陈大哥 你打扮一早上 就出去拐了一个小萝莉回来啊 陈思南摆了阳森一眼 滚犊子 这可是我请回来救司徒和高阳他们的 救这小丫头 还救他们 乌立立也不说话 一个转身 眨眼时间 便从那小萝莉的样子变成了本来面目 阳森也没有见识过变化之术 看到这一幕 眼睛顿时瞪得老大 一副不敢相信的样子 这是乌门的乌立立 陈思南介绍了一句 啊 失敬失敬 阳森对着乌立立拱了拱手 乌立立没搭理阳森 而是看向了笼子里面的司徒和高阳两人 陈思南 你说要救的 就是他们两个 陈思南点了点头 嗯 我这两个朋友 被一个家伙用手段变成了这个样子 没有丝毫的意识 只知道杀戮 他们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要气功心 还是怎么的 陈思南和阳森对视了一眼 才说道 都不是 应该是基因改造 基因改造 乌立立也是有些惊奇的问道 显然他对于这些东西也不了解 陈思南和阳森也是门外汉 说不出各所以然 我们也说不好 你帮忙看看有没有办法治好吧 陈思南挠了挠头 乌立立点了点头 手中拿出了一个古朴的铃铛来 你们两个堵上耳朵 乌立立转头轻声说了一句 陈思南和阳森点点头 按照他所说的那般 用手捂着耳朵 乌立立手中的铃铛 轻轻地摇动了起来 一道清脆的轻声 在意中怪异的节奏之下摇动了起来 时而激烈 时而缓慢 这是乌立立他们乌门特有的射魂灵 在这铃声下 心智不坚之辈 必定被摇灵之人控制 乌立立正是要控制住 司徒和高阳两人 好进笼子里面静看一下 司徒和高阳两人 果然是一副蒙逼的样子 坐在了地上 乌立立点了点头 把门打开 我进去看看 阳森也没有犹豫 毕竟关乎自己兄弟能不能治好 急忙走到笼子前面 拿出钥匙打开 同时也对乌立立提醒了一句 小心一点 乌立立轻笑了一下 我乌门独特的射魂灵 如果连两个没有智慧的怪物都控制不住 那我一边说一边往笼子里面走 可是说到一半 乌立立便说不下去了 只见高阳刚才还蒙蔽的眼神 突然间绽放出了一抹绿光 我乌一声嚎叫 高阳便对着乌立立冲了过来 小心 陈思南眼急手快 再看到高阳眼里的绿光就发现了不对劲 几步跨到了乌立立身后 一把将他扯到后面 臭小子 给我老实点 陈思南大喊一声 举起拳头就对高阳的拳头砸了上去 时间太紧迫 陈思南都没来得及开启地体诀 硬碰之下 也是一口鲜血喷出 往后击退了几步 第1179张龙门池的传说 高阳也好不到那里去 一下子被打飞了回去 阳森见状 急忙用锁锁好了笼子 担心高阳跑了出来 这个家伙 还挺狡猾 陈思南咬牙了一句 又转头看向乌立立 你没事吧 乌立立愣了愣 摇头道 没事 真是谢谢你了 谢啥 本来就是我找你帮忙 保护你的安全是应该的 说完 陈思南又看向了司徒和高阳 要不要我帮你把他们按住 乌立立叹了口气 不用了 是魂灵控制不住的人 只有两种 一种是意志力极为坚定 不可动摇的 另一种就是完全没有了思想意识 甚至连灵魂都没有了的行尸走肉 陈思南和杨森又如何听不出乌立立的意思 嘴角轻轻地站抖了一下 陈思南咬牙说道 你的意思是 你也没办法救他们 可以这样说吧 乌立立点了点头 砰 一声闷响 陈思南一拳打到了地上 脸色阴沉到了极点 司徒和高阳 没有什么太大的优点 也没有什么太坏的缺点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杨森更是眼眶为红 差点掉出眼泪来 你们两个家伙 让你们少打游戏多练功 现在好了吧 命都没了 陈思南咬牙说道 乌立立 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乌立立想了想 如果世界上真的有东西能救他们 恐怕也只有龙门池了 龙门池 陈思南一愣 这是什么东西 自己听都没听过 杨森自然也是一脸蒙逼 只不过听乌立立说 有东西能救自己两个兄弟 急忙追问道 那个什么龙门池在哪里啊 赶紧带他们去啊 乌立立一贪手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 准确来说 这龙门池 古时候的一个传说了 龙这个东西你们知道吧 当然知道了 你继续说吧 陈思南道 世间百兽之中 唯有龙性最盈 传说龙乃神兽 但又存于世间 虽立足于百兽之上 却可以同百兽杂交 龙铜金交配 所生出的动物称慎 慎的外形像个大贝壳 躲在茫茫海中 可吞云吐雾 营造幻境迷惑过往传之 龙铜猪交配 所生的动物叫猪婆 性格暴躁是血 而龙铜马交配生香 铜蛇生骄 铜牛生灵 那龙门池 正是龙族给这些杂交出的 次龙所准备的 乌立立继续说道 他们虽有龙的血脉 但却不是真正的龙 而在龙门池之中浸泡 便可以使他们身体中 龙族血脉发挥到极致 从而压过其他血脉 变成真正的龙 你的意思是 让他们两个在龙门池里面浸泡 也能让他们身体里面的人类血脉 压过那些妖族基因 陈思南猜测到 乌立立点了点头 从理论上来说 应该是可行的 但是他们两个已经没有了灵魂 怕是有些麻烦 陈思南摇头 他又怎么会不在意这些细节 他们两个的灵魂 应该在身体里面 只不过估计是被封印了起来 所以从外表上看 好像行尸走肉一般 那龙门池 应该能救他们 乌立立道 你有龙门池的消息吗 陈思南问道 乌立立摇头 关于龙门池的传说 也是我父亲当时告诉我的 说是龙族的东西 但是龙族都销声一击多久了 谁能找得到呢 陈思南眼光微微一亮 龙族 他所认识的龙族 也不是没有 龙徽不就是一个吗 只不过龙徽回了妖界之后 就再也没有了一点消息 如果找到龙徽 说不定就能有龙门池的消息 陈思南一边想着一边说道 我去找龙门池 去哪里找啊 杨森站起来说道 我跟你一块去 不用 那个地方 你老实地待在这里就行了 你要去哪里寻找龙门池 乌立立问道 陈思南看了乌立立一眼 妖界 我有一个朋友是龙族的 我去找他打听一下龙门池的消息 妖界 乌立立深吸了一口气 你有办法去妖界 看着乌立立激动的样子 陈思南道 嗯 其实陈思南自己肯定是没办法的 但是去阵妖一族找独天魔尊帮忙 他们肯定是有办法把自己送到妖界去的 带我一起去 乌立立直接抓着陈思南的手说道 陈思南摇了摇头 不用了 谢谢你 这件事情我自己来办就可以了 不是 我爹有可能就是去了妖界 我要去妖界找他 乌立立说道 乌奥天去了妖界 陈思南一愣 乌立立点了点头 我爹当初失踪前 就说要去妖界寻找一个东西 当时我还年幼 只以为他是开玩笑 直到他失踪这么久 我才突然意识到 说不定他真去了妖界 陈思南皱着眉头道 不是我不想带你去 实在是妖界太危险了 如果你要找乌奥天 我倒是可以帮你的忙 如果你带我过去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两个大块头膝带的问题 怎么样 乌立立又是说道 如果不采用一些方法 他们两个可不会乖乖地跟你去找那龙门池 听到这里 陈思南才看向了司徒和高阳两人 的确像乌立立说的那样 两人的膝带是一个问题 好吧 我答应你 陈思南道 乌立立这才笑了一下 自言自语地说道 小千交给你了 OK 一个巴掌大小 如同精灵模样的小女孩 朝着铁笼子就飞了过去 千变万话 给我变 小千挥舞了一下手 司徒和高阳两个壮汉 顿时变成了两个拳头大小的布娃娃 嗯 这是什么东西 陈思南惊讶地叫道 这是小千 乌立立也没和陈思南做过多解释 一个月之内 他们两个都会维持这个样子 方便攜带 陈思南有些惊讶地走到铁笼之中 捡起了那两个布娃娃 还别说 和玩具一般无二 根本没有任何的差别 这是怎么做到的 陈思南也有些惊讶 如果战斗的时候 突然把别人变成一只萌萌哒的布娃娃 那不是想怎么赢就怎么赢 第1180张去妖界 这是秘密 无可奉告 乌立立摇了摇头道 陈思南和杨森对视了一眼 也没再追问下去 那就先这样吧 我先出去打个电话 陈思南要出发去妖界 不论如何也要个张晓菱先说一声 毕竟这一去还不知道多久能回来呢 走到了灵异调查科外 陈思南直接拨通了张晓菱的电话 喂 老婆 听到陈思南这么称呼 张晓菱先是一愣 随即便反应过来 陈思南肯定有什么不好开口的话要说 喂 你有在听吗 陈思南继续说道 在 有什么事你说吧 张晓菱回应道 陈思南想了想 便把事情原原本本地给张晓菱说了一遍 两久 电话那边的张晓菱都没有说一句话 多久能回来 张晓菱开口问道 陈思南摇了摇头 我也说不清楚 不过我会尽量在你生育之前赶回来的 张晓菱张了张嘴 想要说点什么 却又咽了回去 身为一个女人 在怀孕即将生产的前期 又何尝不希望自己的男人一直陪在自己身边呢 但是让陈思南不去的话 他也是说不出口 司徒和高阳当初和他的交情也是不浅 他们两个遇难了 张晓菱也不可能让陈思南见死不救 小心一点 一定要注意安全 好一会 张晓菱才憋出一句话 陈思南点头道 我会的 其实张晓菱心里不好受 陈思南心中又何尝不是 如果有的选 他又何尝不希望陪在张晓菱身边 没事带他去逛逛旅游景点 领略一下华夏各处的风俗人情 想到这里 陈思南咬牙挂断了电话 跟谁打电话呢 乌立立走过来问道 陈思南道 我老婆 已结婚了 乌立立先是一愣 惊讶地问道 陈思南点了点头 也不再和他多提及张晓菱的事情 走吧 要怎么去邀界 乌立立又问道 镇腰一族 镇腰岛上 镇腰一族的部落中 一男子挥舞着一柄宽大的剑刃 身形迷幻 不乏灵动地游走在高耸入云的树木之间 乾坤无极 风雷受命 只见一道狂风吹拂起男子的身形 只将他吹飞起来 在他身旁 更是剑射出道道电光 将阴森飞暗的树木给照亮了几分 龙战雨也 十方俱灭 该男子暴喝一声 直接挥剑往前方一站 剑锋甚至带起了一道龙银之声 一连串的爆炸更是在树林之中撤响 不少高大的树木更是拦腰而断 丁宇 进步很快麻 在舞剑的男子正是郑兵宇 郑兵宇听到这话之后 脚尖在树木上一踏 落在了地面之上 族长 来人正是郑兵一族的族长燕九 列妖一族和郑兵一族 本就是一脉相承 郑兵宇到这里之后 倒是没有什么生分的感觉 反倒是郑兵一族对他各种关照 各种决学都是倾囊相受 你跟我到族里面来吧 会有两个客人来 燕九说完 被着手转身就走 倒是郑兵宇有些好奇 客人 谁啊 里的老友 郑兵宇自己有几个朋友 一只手都能竖得过来 文言顿时也是眼前一亮 你是说 陈思南 只不过燕九刚才说完话之后 便是闭口不再言语 郑兵宇急忙追了上去 回到了郑兵一族 那间族长居住的茅草屋中 郑兵宇才追问道 族长 陈思南他到这里来干啥啊 又要进郑兵塔 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燕九摇了摇头 拿起笛子放在嘴边 吹响了起来 一道悠扬清澈的曲子响彻在整个镇腰岛上 异曲完毕之后 门口便响起了燕武的声音 组长 陈思南到了 门外那农民一般打扮的燕武旁边 站的就是陈思南和乌丽丽两人 陈思南也是有些郁闷 刚到了海岛位置 就发现燕武等着自己 就好像知道自己这个时间点要来一样 陈思南见过族长 陈思南对着燕九拱了拱手 轻声说道 燕九摇了摇头 你来的目的 我也清楚 连我要去干啥你都知道 陈思南一愣有些惊奇地叫道 燕九嘴角一勾 开口说道 很多事 已经注定 改不了的 陈思南眉头为皱 有些奇怪燕九的话 准备准备吧 等一下我就送你们去邀界 燕九直接说道 去邀界 郑宾宇也是一愣 没想到陈思南来这里的目的竟然是要去邀界 燕九点点头道 宾宇 你陪陈思南一起进去 郑宾宇眼睛顿时放光 开口说道 是 陈思南一听 确实急忙摆手道 爷 燕族长 我和乌丽丽进去就行了 还是让宾宇待在这里吧 倒不是陈思南嫌弃郑宾宇本事不行 只是郑宾宇这人对妖怪的容忍度简直为零 自己这一次进妖界 可是要去找龙徽的 到时候呀 一个不注意就和龙徽他们发生了冲突 自己咋整 不指望他帮忙 总不能带进去给自己添乱吧 宾宇 你愿意和陈思南一起去妖界吗 燕九回过头对郑宾宇问道 郑宾宇急忙点头 当然了 我一直都想去妖界 能去当然想去 郑宾宇想去妖界 只不过是因为这里没有厉害的妖怪练手 而镇妖塔之中妖圣级别的妖怪又太厉害 说到底去妖界的目的 还是为了杀妖历练 燕九闻言摇了摇头 你这次和陈思南一起去 不准胡闹 一切听陈思南的 他不让你动手 你绝不准动手 明白吗 郑宾宇文言一愣 为什么啊 陈思南苦笑 大哥 就你那件妖怪就两眼发红的性格 你说为啥啊 去还是不去 燕九也没有回答郑宾宇的话 而是更直接的问道 去 郑宾宇思索了一下 才说道 宾宇 这次多门进去是有正经事要做 真不开玩笑 你要是不能控制你那脾气 就算了 陈思南对郑宾宇说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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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